赶上那个雨雪天气 但是我们的学生们都是顶部套学 这个热情不减 第五天是Brown 同书第五天是RISTE RISTE就是罗伯导社区学院 如果大家对艺术类感兴趣 这应该是最好的艺术类学校 第六天上午是哈佛 下午是MIT 都在波士顿 然后第七天是德尔门 大多毛斯 第八天我们就返程了 现在是电厂 现在是热厂 好啊好啊OK 钟老师 潘老师这个意思 我们先拍个照片 一会儿再 我们突然一会儿先走 没问题我们 别说怎么着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在同样团就收过哈 这两个衣服 挺严实的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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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哈哈 来来来 好 三二一 好 谢谢 谢谢 那好 下午好下午好 那我们今天就 刚才算热厂 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 线上能听到声音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刚才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过去两期的 这个 这个 长州人演艺学团的照片 那今天呢 主要的内容 是在这个地方哈 潘老师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 这个演艺团的背景 啊 然后形式和内容 然后 我大概有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对 这个团 对孩子的这种影响哈 啊 接下来我们有一些 春夏的团 团园的一些 亲身体会的分享 啊 我们两位音乐团团 已经到现场了 后面就会有人 啊 后面还一会儿 还会 还会有另外几位到 到这个到现场来哈 还有一位在线上 然后我们讲一下 今年暑假团的 这个 安排和一些信息啊 然后留一些时间 给大家回答问题 那 嗯 我交给班老师之前 今天这个 啊 我跟班老师商量的时候 我说 我 我开场的时候 我只想讲五分钟啊 那现在可能我 我真具简短啊 然后把它交给班老师 我就想讲一个事情 我就想讲一点 就是 很多人让我说 这个团团 呃 能带来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他 我参加他 呃 您不知道解决什么问题 啊 其实我们会解决一件事情 就解决一个问题 叫我想要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 学生 在 呃 交流的过程当中 会给他们做辅导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发现不是学生想要 很多时候是家长想要 呃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呃 大学认取的一个指标 叫 这个指标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提出来 后来被 本多人 长津同学大学也在采用 哈 这个指标到底考察什么东西 其实我认为这个指标 这种考察我刚才说的叫我想要 哦 说一下具体一点哈 这个指标它的考察内容是 呃 你在公开阶段 从事某一个 这种 呃 活动 或者是竞赛 啊 那你做这件事情 你是因为 爸爸妈妈告诉你说 哎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你一定要参加 所以说 这个活动是你帮助你进 呃 大学 或者说 你的同学 就说 哎 对对对 我现在干这个事 这个事很好 对你 你来参加吧 还是因为 你觉得 这件事情 因为所有人都告诉你 因为所有人 是你妈妈在 在微信群里面 听其他家人讲 说这个是 secret recipe 这种方法 你做的那种事情 你将来就如何如何啊 还是因为 你打心眼里热爱他 你打心眼里 喜欢他 这个指标 Interlapse Votology 就是想要寻找 最后一种学生 就是我非常非常热爱他 我对这个事情有 正的passion 我有love 有true love 就是我们 管这个叫ID指标 那 工作这个团 在很热情的时候 我自己认为 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我想要 I love it I want it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成 而不是家长告诉你说 你看这个学校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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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谁谁谁谁谁 谁谁谁 十一家孩子上了什么学校 哇 光经教祖 很有面词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说一定要有 让孩子产生这个 就叫我想要的三个字 这三个字 他后面的这种趋励力才会出来 他自己的那种自律才会出来 后面我们会 我们会讲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团里的每一个学生 当年进团的时候 和我们这个团结束的时候 你去前后做一个对比 我认为最大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我想要的三个字 那我跟大家再多分享一点 我们团里的结束之后 三天我又跑回博尔伦 就是哈佛有一个家长周末 我去参加他那个活动 所以我在那个活动现场 我见到很多学生 我见到很多这个哈佛老师 我见到很多家长 跟他们进行很多这个 聊天了 基本上给我唯一的一个感受 或者说是所有的学生的一个 规定的一个特点 我跟董老师 我们在平凡的学生的接触和辅导当中 我们都看待了一模一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的学生 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 他可以极度focus 可以极度engage 就这件事情 他可以把它做得非常非常专注 然后能够做出成绩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学生的特点 那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起点 还是刚才我说的第三个字 叫我想要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举很多很多例子 我给大家讲很多很多故事 直接关系我就 我就不在这这个这个注述了 那我现在把把这个 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潘老师 好吗 潘老师我们讲 我们的优学团的形式和那种 好 潘老师来 你要需要我想我就想 你可以用这个来 中间这个三角是吗 是中间这三角吗 右边这个 对 啊 好了 长话短说啊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有限 校长和庄老师说了 潘老师你讲话太啰嗦 今天不能给你那么长时间 我们今天得把更多的时间给我们的嘉宾 这个王婆不能总在这卖瓜 这瓜 这瓜 谁吃的这一脚 吃瓜的已经来了 一会把大量的时间给他们 但是我也得啰嗦两句 我尽量压缩 尽量讲快 只要我能捣过气的 那个 中老师我要是超时了 你提醒我 我经常说起来心里没有数 这一页呢 我快点讲 那长春恒 之所以他有这么高的声望 我不想多讲 你到网上自己去查 他基本上是代表了全球这个大学本科教育的最精英的这一部分 就是美国以八大长春藤为首的私立院校 他们全都是属于精英教育和同时教育 这跟我们加拿大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常识 对吧 我们加拿大是专业教育 这个是不在一个层次上 是苹果和orange比 是不可以比较的 那么我们这些优秀的学子 无论你是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角落 向往这些世界上最顶级的精英教育和追求他 这基本上是每一个就是对教育要重视和感兴趣的家庭的一个梦想 那么仿校它是有传统的 不光是我们北美的国家 其实世界各地对这些学校向往的这些学子 他都有这种仿校的这种传统的需求 那么对于我们都伦多来讲呢 我们就占了天时地利这种很好的条件 因为我们其实离这个美国东岸很近 巴大腾全都在东岸 OK 所以呢我们都伦多去仿校呢 就变得很方便 就是当然了你跟美国本土比起来 可能人家是本国人更方便 但其实从地理的位置角度讲 我们离得更近 我们开到康南也就四个半小时 那我女儿在那上学的时候 她自己开车都到家了 她的同学还在纽约机场等着转飞机呢 所以说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讲 我们都伦多真的是在了这个优势 所以说我们一辆到八 八天可以把十所学校全看下来 这个是有天时地利的这种优势的 然后我们多伦多地区的这个爬腾群体啊 所以虽然是一个小众啊 绝大部分的孩子是不爬腾的 但是呢爬腾的即使它是一个小众 它也有这种需求 就是说潘老师您这爬腾群 都办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想去看腾校 所以说才是在 这是几年前啊 这不是五年前 六年前的时候 我跟另一家机构合作 开始搞这个腾校有学 疫情前搞了三年啊 搞得也很好也很成功 但是疫情来了我们停了三年啊 那么疫情之后 那之前的那个教育机构 他不做了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跟这个刘校长 是心有灵犀的啊 我正仇为末展的时候 他主动找到我 说潘老师我想做这个 我说我正求找不好人 他就送上门来 那么事实也也证明了 这个刘校长的这个视角 是非常敏锐的 而且他有这种责任的担当 因为作为我来讲呢 我只是一个规划师啊 是是一个设计者啊 那么一定需要有一个团队 来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几十个人 一路的吃喝住行安全啊 这如果没有一个很优秀的团队 来配合的话 靠我一个人是绝对演不了 这一场戏啊 所以说那个刘校长的这种 责任担当 非常非常的令我敬佩 那我们合作了两次了 刚才校长也说了啊 去去年的暑假 包括去年的春假 我们合作两次了 可以说在我看来 他几乎是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达到的这个最终的效果啊 事实证明了合作非常愉快 而且我们真的是没有出现啊 任何的闪失和和和和披露 那等一下学员自己也会讲啊 其实我们每次也如履薄冰啊 因为五十个人这么大的一个团队 而任何一点小的差错 这个责任都是都是都是很很很重大的啊 但是我们的两次合作都非常愉快啊 这也坚定了我跟LinkedKey继续合作的这种信心 而且我也看到了这个教育团队啊 他的这个队员的素质啊 各种老师工作人员的这种啊 敬业的精神和他们的资质是没得说的啊 是我目前为止遇到的多伦多地区最好的一家教育机构 可以这样讲啊 那么回到这个正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研学团的形式以及内容 我需要关门吗 在在行前啊 就是说在我们成团了之后 现在这个不是成团群啊 这个只是说明会 在我们成团了之后 我们在行前啊 需要帮助所有的队员啊 去到各个学校的网上去看这个info session 因为每个学校都有招生的信息会 那疫情之前信息会是线下的 但是疫情之后 所有的信息会都改了 改到了线上 从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假开始 个别学校 开始恢复了线下的in person的 校园里大礼堂的信息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恢复了 然后他online的信息会仍然存在 所以说我们即使这个学校 重新启动了啊 线下的信息会 也不间隔在我们经过这个校园的时候 就能赶上 因为他有schedule 所以我们在临行前呢 所有的学生都要完成online的 招生的信息会啊 然后在我们的行程当中 只要我们经过这个校园的那 几个小时的窗口之内有campus tour的 我们要指导所有的参团队员进行登记啊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学校 这功能量也蛮大的 而且我们要召开行前的准备会 我们在准备会上要布置一系列的很细致的工作 包括我们要有行政分组 住宿的分组 第一天的学习搭档的分组 因为我们每天的学习搭档都在换 还有巴士座位的分组 我们还要布置行前的作业 也就是说在出发之前 每个孩子就要开始做一些各个学校的research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讲了一大堆 最具体安全的这些事宜 一会儿孩子们也会 也会和家长也会有这个 也应该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说如果我们当时的信息会 不开的那么的detail的话 是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在八天里面 能如此的顺利 这个就是经验 没有这个经验的话 你不把所有的事情 规则讲在前面的话 你五十个人是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瑕疵的一路上 安全的完成这个任务 另外在校园里面我们都干什么 我们在校园里面如果能够注册到信息会 我们就参加官方的信息会 如果能够注册到官方的campus tour 我们就参加官方的campus tour 跟着校方派出的这些藤娃们去参访校园 那么如果我们路过的时候没有信息会 没有官方的campus tour怎么办 我们有私人定制的campus tour 所有的藤娃我们寻找的各个学校的藤娃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找到的都是从我们多伦多地区的 各个高中考到这些美国名校去的 在校大学生或者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那如果因为特殊原因 比如说春假呀 比如说我们认识的资源人不在呀 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办法去 让我们认识的藤娃去找到一些当时在校园 那么我们去跟他私人定制这个campus tour 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就可以事先直接跟他谈 我需要你给我们学生展示的是什么 然后他也有个人背光的一些介绍 他也参与一些答疑 这个后面有大量的图片 我可以给大家看 另外路上呢 孩子们要跟藤娃进行交流 要认真的记笔记 提问题 要思考或收集信息 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被用来完成 我们当天晚上的作业和第二天 在大巴上的presentation 然后我们要打卡各个学校的书店 购买藤校的纪念品 和我们一路上发放的各种奖品 这个环节也是不能错过的 晚上干什么 大家分开 学生有学生的事 家长有家长的事 老师有老师的事 学生按照当天的学习分组 自己找地进行交流 讨论当天访校的内容 完成他们当天的调研和作业 然后演习第二天在路上要做的演讲 那么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助手 教学的助手 要监督整个晚上孩子学习的这个过程 每一个小组都要亲自的去看 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去督处他们认真学习 那我跟校长基本上就是陪着 有家长跟团的家庭 每天晚上一到两个家庭 是一对一的开这种规划会议 完全是针对他的孩子 包括整个高中教育期间 所有的跟无论是上美国大学 还是加拿大学相关的东西 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家长有针对性的 把这个孩子的情况 给他搞透 给他分析透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晚上 是所有跟团的家长 有一个集体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 我跟刘校长也是亲戚所有 我们没有任何保留 把对于申请美国滕校的规划 这一块的我们多年来的经验 精髓和干货 无私的分享给所有的家长 解答他们的疑惑 这个是我们春假团之前的 那个行前准备会 我刚才谈到了 我和校长讲话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格 只是我的工作表格中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都有什么呀 有study schedule 有行政分组 administrative groups 还有那个是 哎呀这没带镜子 那个是study groups 然后这个是第一天的study groups 哎呀这重了 没有这是第二天的 这个是重了 重了重了 不好意思 昨天半夜往上贴的 啊 这是 这是贴重了 当然了 这只是我表格中的一部分 路上有大量大量的表格 去support 我们这一路的学习上的安排 因为我们每天的 这个学习分组都不一样 啊 然后我们的学习搭档 啊 还有大家是轮着做group leader OK 啊 我们甚至还有两天的study group 是我没有指定啊 啊 我有一天我只指定了一个team leader 然后用team leader 去招募他的队员 那如果你没有被指定为team leader 你要想办法把自己卖出去 得有人要你 对吧 所以孩子们之间的这种交流 从刚一开始 谁不搭理 谁第一天上车非常之安静 然后很快要投入战斗 因为他如果不去让别人了解他熟悉他的话 学习分组的时候不会有人要他的 是吧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拿奖品的问题啊 但是你无论是什么样的团队 你都要努力的合作 否则的话 你这个组里面 但团有一个人拿不到奖品 他的演讲冲不到第二天 抬到前面去 你也不会拿到第二个奖品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policy 具体细节我就不说了 总而言之 我这么多年对教育的很多经验 本人师范大学毕业啊 教育科班出身 尽管在加拿大没有专职做教师 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的这个事业 所以说把我多年的经验去加入到这个团队里 他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试验品啊 因为我是一个scientist 我喜欢做实验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trip 我加入了大量的新的一些理念 去提高孩子们的这种leadership time management 提高孩子的这个communication的这个能力 事实证明了 证明了全都是成功的啊 所以我今年的暑假 我还要继续的往里加东西 OK 这下面这几个就是准备的一些一些资料 我就不说了 展示一点图片 这个是我们 我所有的图片呢 基本上都是对照版啊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是夏天的 那是冬天的 看我们都是在这门口出发的啊 就这窗外 然后季节不同 穿着这个衣着也不同 就是当时出发的情景 还有校长总是坐在最前面这个位置 保护我们 那后面的孩子面孔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是两套人马 这时候我们暑假 我为了节省时间哈 夏天呢我就说暑假 春天呢我就说春假 你们就明白了哈 这是两次 暑假的时候在康奈尔校园 康奈尔校园很漂亮啊 我们是有这个官方的campus tour的 那小红灯在哪儿呢 这个暑假我们是有官方的campus tour的啊 在康奈尔大学啊 啊 然后就著名的这个踏楼下面呢 我们啊大合照 那么春假这次是冬天啊 大家看到了这个 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哈 这个风景 但康奈尔校园的确是很漂亮啊 它比较奢侈啊 如此之巨大 校园里有峡谷有瀑布 有小溪流有森林有农场啊 那还有自己的奶牛啊 食堂里所有的奶制品都是自己养的奶牛 产的奶做的啊 这学校很神奇啊 因为我女儿是这毕业的 所以我对这个学校还是蛮有感情的 那么我们的春假团呢 因为啊 也有官方的campus tour 也有官方的 这个是官方的campus tour OK 这个被对着我们的是官方派出的tour guide啊 我们的学生在认真做笔记 那么我们自己的资源啊 我除了官方的tour 我们还找了两位我们多伦多地区啊 考到康奈尔的腾娃啊 这大个子男生已经是四年级了 这是我女儿的小师弟啊 工程学院的机械工程专业 这孩子马上要进入 波士顿的一家咨询公司 是搞跟工程相关的咨询工作啊 这小女孩五年以前 她跟她的双胎胎姐姐 参加了我们的同校学礼 三年以后 这姐俩一块被康奈尔大学录取啊 所以啊 她们两个请来 在一个很有讲究的这么一个 一个什么礼堂啊 给我们做这种tour guide的这种答疑啊 效果非常好 啊 哎 换页怎么包使了呢 冲着谁啊 你的点 我冲着谁也点 我帮你点 哦 这怎么包使了 好了第二天 这是夏天 在宾夕法尼亚校园啊 宾夕法尼亚校园 我们夏天去的时候 没有comastour 但是 回来 回来回来 这怎么跑了呢 到那个夏天的那个宾大 你回到pc 下场回到pc 就能帮你跑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办公园 再回一遍 对 夏天的宾大校园 当时没有官方的campus tour 但是呢 我通过我的学生找到了这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呢 他是沃顿商学院跟文理学院合办的叫M&T program吧 我没有说错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program 他应该是三年级了 由他给我们定制了一个四人的campus tour 然后这个男孩子非常的负责任 他一直追我们追到了学校的这个book store 整个我们除了一个小时的官方tour 还有整个book store 我们购物期间 这个男孩子就待在那里回答我们的问题 其实我只约了他一个小时 但他陪伴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藤马生 他来自于温哥华 再看我们的春假 我的仍然是 不 又判 仍然是没有官方的tour 那么刚才那个男孩子很不巧 他在我们去的第二天才从温哥华返回到宾那 因为宾那是春假 那他给我们找到了沃顿商学院的一个小姐姐 就是穿着黄衣服的一个小姐姐 她来自于新加坡 也是一个华人 我是不是有挡你们 我是不是一直在挡着你们俩 我站哪不挡啊 ok 然后 这是这个小姐姐走起路来 我觉得有我三倍快 反正我就一路连跑带边的 跟着她 上去不必就下去 那一不小心就落出去十几米了 我不知道 你当时怎么跟的 反正我是经常跟不上的 简直是行如风啊 ok 那么这个小姐姐也非常负责任 后面呢 还在一个地儿回答我们孩子的问题 回答了很长时间 那我这也要说一下 这个其实不是比那校园 最右上角的这个照片 应该是校长给我们发了一个福利 让大巴斯基给我们带到了 这个叫独立大清吧 你说美国的成立 就是在这个后面的这个楼里面 签的字对吧 这是18几几年 17几几年 我这个美国 Independent 对 因为我们搭到那儿 叫了一个合影 因为费城 这个大学在费城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 没有费城 没有美国 对吧 好了 第三天上午 我们在普林斯顿 这个是去年暑假的团 仍然是没有月亮校园的官方的tour 但是我的学生帮我找到了这个男孩子 来自于密西根州的一个华裔的男孩子 他今年应该是大学四年级了 学分子生物学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 OK 那么在暑假里呢 他带我们的带我们这个tour 也是非常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小藤娃 孩子们非常喜欢他 那么很有幸呢 我们这次的春假团呢 又找到了他 他仍然没有回家 还是在做research 看来只有当医生的人才容易找到 因为他不去华尔街打工 他们都在实验室里跟教授做research 所以又是他带着我们参观校园 解答我们的各种问题 这是普林斯顿校园里的大合影 这个校园非常的漂亮 我的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 那么第三天的下午 我们就来到了纽约 这个是去年暑假的哥伦比亚校园 哥伦比亚校园又比较小 比较集中 但其实他的方庭还是蛮气派的 那暑假的时候 接待我们的这个姐姐叫Hallery 她的高中毕业于 Babel Secondary School的IB Program 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的 目前在华尔街的 叫波士顿投资 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 那么暑假的时候她接待我们 为我们做这个私人得拓 其实从去年暑假再往前 我们参观 每次参观哥伦比亚校园 都是她在做拓 因为我跟她的私人关系 跟她的家庭关系都不错 那么今年的这个春假很不幸 这一天呢她不休息 人家在华尔街上班 没法请假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找到了一个 在波纳德学院的一个小女孩 这个孩子来自于北京 北京师大大学 她那是哪 北师大二复 很牛的一个学校 OK 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女子学院 叫波纳德 女孩子们可以考虑 带我们参观哥伦比亚校园 然后解答我们的各种问题 第四天 耶鲁 夏天的时候 我们约到了耶鲁的官方tour 那么夏天的时候 耶鲁是唯一一个 让官方tour的成员 在Indoor的大理堂里集合的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不像现在 这么明朗 然后有四人的tour guy 带着我们参观校园 但是在那之后呢 我们也找到了这位华裔的小姐姐 她是一个美国出生的华裔 但她回上海读过几年书 后来又考回到了耶鲁大学 她的专业是三合一的 叫什么政治学 经济学和政治 和政治 EPE 政治学 经济学和道德 道德 对 这么一个专业 她应该毕业了 她拿到了offer 马上要去 麦肯尼斯公司做咨询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耶鲁大学的图书馆 然后今年的春假 仍然是约到了官方的tour 但是在风雪中 看看这大雪片 连冰带雪往下砸 孩子们打着雨伞 衣服都交湿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到对 看到了吗 都围绕着官方的腾瓦 那么在校园的官方做结束以后 我们又把这个小姐姐 请回到了我们大巴上 我们的大巴就是我们的教室 这个小姐姐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时 完全是针对她个人的一些经历 一些故事 还就是解答孩子们 in person的很多问题 整整在大巴上 给我们孩子交流了一个小时 效果也非常好 这个就是刚才 金碧辉煌的那个图书馆的卖墙 所有的玻璃 是大理石的啊 你看不到里面 那里边好像能看到外边 我记不大清了 下一个第五天布朗大学 夏天的布朗大学 我们约到了官方tour 官方tour 组织都特别的organize 每次都派出一大堆腾瓦 在这吸引你 看谁领走的队伍人多 那我们的队伍基本上就是被打散了 因为六个腾瓦特点都不一样 他往那一站 我学什么呢 我学什么呢 然后大家看谁睡眼就跟谁走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所有的成人的这个团员 跟我们的老师迅速的去观望 哪些队伍里面有我们的学生 但凡这个队伍里面有一个我们的学生 我们也要派一个成人的队员跟上去 因为我们要保证在整个访校期间 这个孩子的安全 OK 这个是暑假的这个布朗大学 那么春假一样 春假又派出了六个腾瓦 我们的队伍又被打散了 但是没有问题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又把所有人带回到了大巴车 那么我们在大巴车上 请到了两个布朗的腾瓦 这孩子大家应该认识 他叫Albert 是去年从UCC考到布朗大学的新闻专业 这孩子已经是布朗大学四年级了 他是计算计算机与数学专业 马上要去到芝加哥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工作 已经拿到offer了 那两个小帅哥在大巴车上 又给我们做了整整一个小时的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经验介绍 还有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效果也是非常好 在接下来这个也是第五天 我们训练也参观了罗德岛设计学院 因为他跟布朗大学是邻居 他们两个就是走路的距离之内就能到 这个艺术设计学院 基本上也是艺术界的天花板了 很漂亮 这是他的Nature Lab 就是写生实验室 他叫Nature Lab 就很多孩子们 学生在这里面写生面对的是各种动标本 很酷 孩子们很感兴趣 他本身学校还有一个很好的博物馆 这是他图书馆 那我们的学生 这个是这次春假的 我们的学生也有幸的去看了 大概黄马观花看了一下他的博物馆 博物馆图书馆 也是Nature Lab 这个是他很认真的给我们所有的队员 做了一场非常正式的information session 这是我们这一路唯一的一个学校给我们进行的 Indoor的information session 加上campus tour的就是这个罗德岛设计学校 其实他还不是滕校之一 是我们楼草打兔子去看的 人家也没指望着我们都是艺术生 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他们做事情的态度非常之认真 OK 第六天上午哈佛大学 这个是去年的暑假 去年暑假的时候呢 哈佛我们也是没有约到官方的校长家的公子 上哪儿欧洲去掌本事去了 但是他很荣幸的给我们请到了这个女孩子 是他的同学 这个女孩子是哈佛官方正式吹名过的一个tour guy 只不过接了一个私活而已 所以他带我们参观校园超级能讲 超级能说 我这么多年来去这个哈佛校园 无论是官方派出的tour guy 还是我们个人通过关系找来的藤马 没有一个让我失望 我觉得这就是哈佛的标准 没有一个让我们失望 这个小小女孩超级能说 而且特别巧 我记得当天是他的生日 我们最后tour结束的时候 就是站在这个台阶上 我们所有人们在唱了一首生日歌 怎么fail out的过生日呢 他站在这个大石头上 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他的同学从旁边过 送他喊 然后说happy birthday 所以我们在tour结束的时候 在这个台阶上 那就是哈佛的铜像 看到了吗 所有人们在唱了一个生日歌 那今年的春假 哎呀 校长家的公子又到哪去 长本事去了 上以色列上哪了 啥时候能看到他本人呢 明年今年暑假 OK 然后但是他给我们找到了 这么一个 赞如苏 生如中的这么一个tour guide 四年级了 计算机专业 OK 这个男孩子也是哈佛学校 官方训练过的tour guide 整个演讲过程 我只约了他一个小时 演讲过程他跟我们讲了一个半个小时 游到了哈佛主校区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说话特别的有吸引力 声音特别的响亮 讲故事唯唯到来 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哈佛有趣的历史的环节 等一下孩子们自己也可以谈感受 而且这个男孩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哈佛精神 我只约了他一个小时 校园tour guide跟我们讲了一个半个小时 然后又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书店 我们在书店买书 就花了一个小时 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他跟了我们两个半个小时 我只配了他一个小时 这个就是哈佛的精神 我真的是这么多年参观 这藤校我去了五次了 令我最满意的就是哈佛的tour guide 各保各质量都是超一流 校长下次看你儿子了 让你儿子上官方去收一下讯取 OK 好了第六天的下午 麻省礼登 一名哈佛和MIT是邻居 也是很近 这是去年暑假 没有官方的tour 我们也是找到私人的tour 这个小女孩面部你看不清楚 但是我如果给你放一下春假的图片 你们能不能认出来她是谁 她有TTMath那个校长安妮的女儿 MIT本科毕业了 再读博士第二年 计算机专业 OK 我几乎每次由MIT校园 都是找她接待我们 所以我不需要MIT提供官方tour OK 然后她也很负责任的呀 她都是一个博士生了 为了很好的接待我们 她特意跑到学校的office 接收了正规的校园tour的训练 去年的暑假我们去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 我们是她受训之后接待的第一个tour 也是个私伙 那这个时候呢她就更有经验了 因为她有了官方的这种身份 她也帮着学校去接待别的团体 那还是找到了她 在校园里带我们参观 然后最后坐下来 这是一个什么地儿 台阶式的这么一个小广场 然后她站在这圈中间 孩子们坐一圈围着她 也是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效果也非常好 最后一天达特茅斯 达特茅斯去年暑假的时候 我们是有官方tour的 ok tour guide带着我们参观校园 但是春假很不幸 她放春假 她也放春假 没有任何官方的tour 但这个学校很小 在我们多人内地区 招的学生也不多 所以我跟校长 绞尽脑汁 我们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资源 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学生 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了吗 我们坐在第一排的小男生 不好意思了 永飘重担 她领导了一个team 为我们做volunteer的达特茅斯 校园的tour guide 她带领了其他的三个小伙伴 做了好几天的research 大家就是利用小组讨论之后 睡觉前的时间 吃饭的时间 有好几天我们在自作餐馆 吃饭的时候 我是带着这几个孩子一块吃 我们一边吃饭 一边讨论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一个project 那几个孩子分工 深度的去做调查 包括这个校园的路线 每一个building各个学院 它的历史 它的目前的现状 它的各种fact 然后包括申请的方方面面 这几个五个tour guide 这一路上用我们的小麦克风 带着我们这个团队去参观 他们的这个tour 五个孩子是把他们自己 模拟成我就是这个大学的学生 我每一个人 还都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角色 我是哪一个学院的 几年级的学生 我的专业是什么 论假成真到什么程度 这一路上 经常有一些也来仿效的 散兵游泳 我认为我们就是正式的官方tour 就跟在后门跟着我们听 到结束了 他都没有发现我们是假的 所以就是好的了这个程度 所以我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孩子们通过这个事 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没有官方tour怎么办 找不到private的tour guide怎么办 自己来解决哦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而且通过这个project 孩子们我感觉到 他们对这个校园 可能比别的校园了解的更多 因为所有的research 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然后孩子们在听的时候 比其他的校园更认真 因为project是自己人 他就是想听一听 他们都是怎么表演的 所以说这个效果很好 好了接着讲 这个路上呢 我们要分组进行陈述 就开着爸爸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孩子们要做陈述 然后我们每天做陈述的人员都在变 因为学生很多 不可能每天三十多个人上来演讲 那么我们每天只有一部分人上来演讲 但是每天演讲的这个脸呢 这个人是在变化的 那么所有的人都要给同伴进行打分 我们通过Google phone的形式进行打分 那每天呢 我们还要给个人的优秀者和小 和小组的这个优秀者 所以每天颁奖的这个环节 在大家车上也是气氛很爆棚的一个环节 然后每天在车上我们还要更换新的搭档 那你第二天学习小组换了 我们的座位就要按照我们的图表 快速的调整 所以孩子们要快速的找到新搭档 调到新的座位 然后重新进行磨合 然后组员之间还要招募 我们招募来队员 队员呢还要准备节目 我们还有才艺表演 特长很热闹 那么在路上呢 我和校长呢也要对孩子们的演讲进行点评 那么讲解美稳申请里面的一些规则呀 案例分析呀 分享我们的一些故事啊 提出一些问题啊 让大家去思考啊 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啊 另外我们每天在宣布新的分组 每天还要布置新的作业 这就是路上的学习的内容 那么家长在这一路上呢 所有的那些过程他们全都参与 OK 然后家长也随时的向我们顾问提问题 啊跟我们进行探讨啊 家长也有介绍他们的经验发表感言 家长也有才艺展示啊 我们今天来了一位家长 当时就在车上给我们都歌一曲 简直是专业级水平的 然后归途的时候 我们的最后一天 从伐特茅斯回都伦多的路上 我们每一个学生 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的学校了 他针对的是自己的Dream School 和Target School 要认真地剖析自己 确立自己的这个梦想学校 那么认清自己的位置 那么你从现在开始 到你身体大学的时候 你还有几年的时间 你为了达到你的目标 你应该怎么去做 所以他们就变得非常的成熟 这一路上我们亲眼见证了 三十几个孩子的变化 有的从一开始的默不作声 什么事都躲在后面 到最后呢 跑到前面去主动的去抢Light 去展示自己 有的小孩呢 就是合不合群 什么事都不往前靠 那么发现了 那如果我不向他们靠拢的话 分组的时候都不会有人要我的 所以他们主动的去跟同学交流 展示自己的这个 这个才华 要求进步 真的是看到了这些孩子 眼见的大天里看到他们快速的成长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很很重要的环节呢 就是颁奖啊 我们颁出了各种各样的奖项 啊 学术方面的呀 才艺表演方面的呀 最有影响力呀 什么最最大进步啊 什么最靠谱啊 反正一大堆各种的奖 每个孩子都都拿奖品回家啊 啊这个就是稍微展示一下 这个是夏天的夏天的Tour 孩子们在车上学习啊 这几张照片前面的都是我们夏天的Tour 啊 这个 这都戴着口罩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疫情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朗 啊 在这个快速过吧 夏天的就快速过了 我这个忙又不好使了 过 谁操作的呢 哦 这也是夏天的啊 啊我们夏天在MIT的校园里面 还进行了一组陈述 这非常有意义啊 啊 呃 这个也是 这也是夏天的 这是夏天在宾馆里面的这个分组讨论和学习的镜头 啊 这也是夏天的 这车上我跟校长还有跟家长的一些一些接触和辅导 OK 这是夏天的 一些图片啊 夏天我们还请到了Arthur 莫队少学院毕业的一个孩子 这孩子当时人在纽约 但是他现在人已经在旧金山了啊 啊 啊 他 莫队少学院毕业的 他们家 是初头那个 他毕业于什么什么初头那个功力高中在多伦多 所以他去旧金山了 我们以后求不到人家了 哈哈哈 换人 好了 这个是夏天回来这个路上的颁奖啊 各种奖项啊 孩子们都拿到手 这个是夏天那个Tour 回到门口之后受家长热烈欢迎的场景啊 然后 向家长这个问候报喜 Linked key 还送出了礼物 OK 好了 接下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假团啊 这个呢 就是路上孩子们认真提问 认真听Tour guide的讲解 认真提问题啊 这样的一些一些图片 啊 我也是这几天开夜车贴不上来的 所以说 这个好坏你们就凑着看啊 大概能了解一个大概 这个是在各个校园Tour里面 孩子们参观的情景 这就还是哈佛这个Tour guide 这个就是书店门口啊 他一直送我们到我们离开这个 这个书店上大巴车 就在这站着等着 谁来的问题他都回答 真的是服了我跟你讲 哈哈哈 服了五体投地啊 哈佛精神没得说 啊 这也是校园里面孩子们参观啊 提问啊 跟Tour guide进行交流 右边这三张应该是罗德岛的这个博物馆 对吧 校长看挺专注 看明白了吗 我看不太明白反正是 下边这是我们一个家长 这个应该能看明白 这好像是个艺术家 哈哈哈 我们学生做这个动作 我不知道是啥意思 啊 在模拟 在模拟画上的 啊 啊 看了眼界了 啊 这个是孩子们做演讲的一些 一些镜头 啊 啊 这个也是车上做演讲的一些片段 这孩子回答对了一个问题 还得了一本书 哎呀 中间这个 这小这小丫头看着脸熟不 啊 坐在那儿呢 哈哈哈 啊 等一下我们让他讲啊 啊 这对的也在这儿 OK 啊 啊 这都是路上的演讲啊 啊 我快速过了啊 这个就是孩子们 晚上到了酒店里面 分组讨论的场景啊 要么是在酒店的大堂啊 要么自己去寻找一些小的会议室 反正他们可是有招呢 他指定能找着地上啊 啊 你不用愁啊 但是他们只要找每个小组找到了自己工作的场所 就立刻在我们那个大群 我们有一个成团群啊 我们所有的学生和直系家长都在那个群里 我们的老师他们要迅速向老师汇报 我们第一组在哪里 我们第二组在哪里 然后我们跟团的王老师就要快速的啊 去到各个location去monitor他们的学习啊 啊 这个是分组讨论的情况 还有一些孩子在大堂里找不到位置 就在房间里趴着的躺着的 坐着的 反正是什么姿势的都有了 OK 这个group discussion 给大家稍微有一点概念 这个是在各个学校的书店啊 购物啊 这娘俩多欢喜 买了吗这个小熊 买了 康奈尔的小熊是吧 我都没买 下次我买一个 好可爱 不用不用 我年年去 这些是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的那个小老虎 他有一个这个法掐啊 孩子们带着照照片 这王老师等一下他会来 他就是每天晚上见到我们孩子学习的王老师 因为我分身无数啊 我要给家长开会啊 但是我不能让学生放羊啊 啊 所以说每天晚上王老师 啊 就是我的助手啊 去监督孩子们学习 我他没来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这也是个疼妈 啊 他的儿子在豆克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啊 所以所以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助手了 OK 啊 然后 这个是才艺表演啊 啊 这小女孩手里拿了扑克台 变魔术的嘛 是吧 啊 这是唱什么rap啊 啊 这是合唱 这个小机器 维托利亚是你带的吗 这家伙可怕上用场了 不管哪个组唱歌 都都要这个小机器 哎 这是我们的歌唱家 看到了吗 当然今天没有机会给我们唱了 啊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 等一下这个妈妈 啊 来给我们啊 谈他的感受 啊 这些都是才艺表演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最佳主持人嘛 这小伙子 啊 我说你爸爸妈妈是外国人吗 他说不是 他长得真的是像外国人 妈妈是新疆人 啊 啊 这个是 这个是 校长在后面给 给照相的 还是打灯光的 天已经黑了 孩子们唱歌 然后 把手机都挤起来 跟着这个旋律啊 去摇晃 反正我这个照片是没有办法 把当时真实的那个场面还原的 啊 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和图片来描述 当时的场面 那孩子们都应该知道 当时的气氛是超级爆棚的 对吧 啊 这个奖品 那 最后一天我们要在路上颁奖 你这一路上我就大包小包的 每一家 每一家 这个 学校的礼品店 我都大包小包的杯 然后平时也发奖 最后一天发各种各样的大奖 啊 啊 这个就是孩子们获奖的场景 啊 各种各样的单向奖啊 这个综合奖啊 学术奖啊 拿到了奖品之后 这个合影留念 啊 啊 下一张 也是 也是 也是这个 啊 拿奖品的这个颁奖的这个场景啊 这是我 剩下的奖品 家长们在挑啊 很热闹啊 我找了几张路上 我跟校长 给大家讲课啊 还有训练画的场景 校长的图片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校长长得比我好看啊 啊 我这个形象不行 啊 上不了台面 张老师以后少拍我 多拍校长 OK 啊 啊 这个是我和校长在宾馆里 给各个家庭开这个一对一规划会 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 啊 借用了宾馆的一个小会议室 给所有的家庭开了一个大的啊 啊 就我前面介绍过关于每本规划和申请的一个一个经验分享的会 啊 这个是我们在啊 决定谁拿什么的奖啊 啊 我们工作人员在在工作的场景 啊 这个是回到了因为的Key 还是在门口 军假回来的时候 家长也是列队欢迎 然后孩子们跟家长拥抱 一个个都是特别灿烂的笑脸 OK 还有我们在门口有一个大合影 啊 最后 稍微啰嗦一下啊 我们的吃 住和醒 所有早餐都是宾馆包的啊 啊 我们租的所有的宾馆我们都买了早餐啊 配套在里面 自住式的啊 西餐早餐啊 啊 那么啊 午餐呢 因为没有时间坐下来点菜 所以我们的午餐基本上是 以西式快餐为主 但是我们没有一顿饭是僵住的或者是对付的啊 这个家长一会可以看你们真实的感受 几乎所有都长胖了 然后我们的晚餐呢 要么是中式的点餐 要么是中式的自住餐啊 啊 这个伙食标准没得说 OK 住都是三星级以及四星级的酒店 非常的舒适整洁 安全安静 啊 说实在的 就我们这个兔子来了 打破了人家的安全 孩子们有的时候制造一些噪音 然后被人家那个批评 我们还要派老师去压制一下生命 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太庞大了 啊 我们一到大堂一拿钥匙 简直是 你就再怎么着 这个这个也避免不了啊 这也可以理解 然后我们这个大巴车 刚才大家也看了几个图片 是超级豪华空调大巴 哎呀我也说不上这车叫什么孩子 反正司机告诉我 这个大巴车 在大巴车的行列里 相当于轿车里边的劳斯莱斯 我眨眨眨眼睛 末日里面还好吧 啊 很安全很舒适 然后我们的司机经验非常丰富 OK 他的这个 素质非常高啊 这个这个司机一路都没有任何的怨言啊 他车很稳很稳 这个50个人的命掌握在他的方向盘上 所以说司机的清理素质非常非常的强大 啊 啊 这个是 这是我们的车啊 我也不知道去买一辆 反正这里边的一辆啊 啊 这个是酒店之一啊 这个是去年夏天的一部分的伙食啊 啊 他愿意放下 他愿意把他的这种 这种状态啊 呈现给没有跟团的父母 因为我每一天这些大量的照片都要发到 跟团群里 你即使没有跟团 其实你这一路你的心都在跟着我们走 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时段 我们的中老师专业摄影师哈 我们每一个每一个环节的照片都不断的放到群里 你没有跟团 其实跟你跟团 当然是有区别的 我只不过是说啊 你也是对我们一路的这个过程有非常深刻的 这个想法的啊 有我我本来是想让Vitoria的妈妈说一下 他不说 你有想法吗 一会儿说两句不 因为春雷是跟团了的啊 我就很想知道这个没跟团的什么感觉 我们有一个online的家长 没跟团 他一会儿要分享一下 好了 这一块呢交给校长 我讲多少时间跟老师 那您把那个 没超时吧 对 还行 我 我带这个是为了让线上的人能够听我听得更更清楚哈 那个 这样 就是我我真的不不想花特别多的时间 因为我刚才说我说我开头就讲五分钟 我现在可能再讲再多讲五分钟哈 啊 其实我准备了一些内容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完全按这个讲 我就讲两个问题了 就很多人问我两个问题 我回答这两个问题 可能是能把我想讲的东西贯穿进去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呃 其实我一开始我问过这个问题 就在五分钟参加这个这个团 我能不能 其实更具体一点 就是说我能当自己去 我自己我自己我开始说 我自己带我的小孩去哈 没问题 肯定可以 而且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去 就走一走看一看 那 但是 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 重要的一个点 就一开始我们讲到 就我们要去解决这个我想要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就要叫develop一个purpose的问题 就是我我做完这件事 我这个团 或者你父母跟着你去也好 孩子们下来之后 他真正的能不能产生这种 就是我的这种目的性 就还是我我们刚才讲的叫叫我想要的问题 呃 我我本来是想举一个例子哈 就是我们叫叫发动机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北方人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面有多少人有这种体验 我们小时候北方那个汽车啊 早上起来是打不着 就是你得有个摇瓣 给他摇起来哈 北方人应该都见过那东西 其实我们在很大一个程度上 嗯 我也好 潘老师也好 我们这个团也好 就是这个摇瓣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去摇动 摇动这个发动机 哈 让他能够转起来 如果你不去摇动他 这个车你去靠推动他 你能说我这都推着他走 这个天天我要盯着他 我要盯着他 我要也做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这一定是你这个车是走不快 你不能把那个车推的像他自己开起来那么快 另外一个你会很累 那个车本身他自己也会很累 所以我们要去做这种摇动 这个点燃 发动机的这个摇瓣 这我想说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问题 就是 很多人也在问我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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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到时候会那个高中毕业之前 我找一个某某某某某某 就是 给我包装一下 给我弄一下 我是不是也能搞定这件事情 我就不用前面非这么大事 又 又 这个参加什么这个团 还要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 最后能不能去 包一下就搞 搞定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 你想 我举个例子 打个比方 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几年级 我们就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来 从时间段上来看这件事情 这个比方我觉得很像一个这个叫健美比赛 你在九年级到十一年级 这三年的时间 你要做的事情是你在健身房里面 根据教练给你制定的这个训练计划和饮食计划 去练你的肌肉 把你的实力 把你的肌肉把它打造出来 然后到了十二年级的时候 十一年级毕业之后 你是站在那个比赛的舞台上 能够把你的肌肉展现出来 让评委能够给你打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 那当然评委就是招生办的老师 所以 这两个过程缺一不可 你没有肌肉 你说我站在舞台上我展现什么 我没能展现 但是我有很好的这种实力肌肉 我站在舞台上 我不知道该 谁也不知道往哪放 脚也不知道往哪放 我没有任何的这种展现能力 你也不会获得高分 所以有一些 像我跟孟老师有用的 我们的理念是很相同 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 或者说我们去鼓励他们 或者我们给他的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摇霸 让他自己真正的 能够去通过训练 通过我们的志愿训练计划 饮食计划 能够打造出这个实力和肌肉 然后我们才能帮助他去展现这个肌肉 如果有一些刚刚的问题 说我找一个人帮我包装一下 也许可能 但是你愿不愿意那么做 有人说我给你这个手里的包装 可能你这个数我就不说了 我连我听到那个数字我都害怕 然后在里面肌肉没关系 我们贴一块肌肉 然后给你装一个什么东西 反正装了之后你就上去展现一下 你敢不敢去这么干 你愿不愿意去这么干 那这么干 当然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当然你愿意好 你没有被发现 但是这个我们都不用再讲 这么干的坏处是什么 所以从头上来讲 能够驱动孩子 就是我们再讲一遍 就是这个我想要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它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动力 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家长 所有的老师 包括我们 最核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 后面所有的问题都不用讲 后面所有的问题都不用讲 都是相对来讲是方法问题 像我说的 首先你要解决我想要的问题 然后是你去建立自信心 建立你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 和你的自律的这种行动力 那一切就都顺理成章就发生了 那这个不是我在讲理论 而是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成人的孩子 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 这个我们都说了 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孩子在整个的高中阶段的整个这个过程 这个assessment 我们策略了导航执行方法等等 这个人都不多摸索了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 其实大家我想最应该 比如说你们最期望听的应该是这个 而不是我跟潘老师在这讲很多 我们自己的这个潘尔馆 叫老毛买瓜 因为他们的亲身感受 我觉得是最真实的 而且是最最有可能贴近到你的情况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五位 五位 Victoria 然后Lilia Lilia Lilia的妈妈 然后还有David David是David的妈妈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王老师 王老师他本身是跟潘家长 然后像跟潘老师讲的 他协助潘老师做了大量的这种学习组织工作 那成 那我们就请Victoria 你来不是刚刚好吗 你来不走 然后您好 你来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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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能你全部留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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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先来说 我先来说 我来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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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and so first a bit about me before the trip i i would say like i'm a really quiet person i'm like scared to talk I'm scared to talk to new people and I'm mostly an introvert and I knew some people on the trip before through friends or just school or social media but I didn't know them that well I thought the trip would be a lot of studying and it would be pretty strict which I don't think is a bad thing necessarily but I thought I had to prepare a lot and I looked through the schedules every day because I like to be organized and thankfully Penn Lush is very organized so I looked through them and I saw we had study sessions for two hours every night which made me a little bit nervous one thing though I wasn't really stressed about leaving home without my parents because I'm pretty used to being like independent my parents were in Florida when I was on the trip so didn't really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but so now during the trip the people so first when I was on the bus I was beside my roommate we did not talk like at all for the first few for the first like hour we ate our breakfast in silence but later I'd say we definitely got a lot closer we almost talked every day from now and we yeah we shared snacks on the trip we talked a lot we walked everywhere at the hotel and also I talked to a lot of other people on the bus I think the trip was really well structured because I got to meet a lot of new people it wasn't just the same groups every day we switched groups we switched seating and we had basically an opportunity to talk to everyone especially at the end when we had to make our own groups and talk to everyone to see what they could offer for the talent show and also another bonding moment was we went to the a big group of us we went to the gym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who did different sports like dancing skating swimming gymnastics and we we were just all at the gym together just like grinding every almost every night and now for the tours so we went I've been to the campuses before but I've never actually been on the any official tours or anything so that wa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went on this trip because I think I think it was really important to learn about the universities better and I think all the tours were really good some of them there were the official tour guides or the students that Penlau should found and also the Dartmouth one was actually led by the student David here and it was I think that one was really well done too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the students to learn a lot and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another thing was we had a lot of private Q&A sessions for to ask the people basically anything we wanted and I think that was really useful for a lot of people we all had a lot of questions to ask definitely and there was a lot about admissions process and life at college that were both important and next for the study sessions which are at night that I talked about a bit before each day there were groups and group leaders and you would meet at night and basically you have to gather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and then present to the next day so for the group leaders it changed every day and it was a really good chance to practice your presentation skills and your leadership skills on the bus and during the study sessions so I think I was the group leader two or three times so everyone had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present and lead even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grade eight got to be the group leader on one of the last days and then just a bit about the food it was it was really good I would say the all-you-can-eat buffets were my favorite everyone definitely ate a lot so now for after the trip I'm really happy to have met so many new people and had this eye-opening experience I'm still connected with a lot of people I met on the trip we have a discord server together actually like everyone on the bus that we still talk on about just like random stuff there's also some like instagram group chats I made with some other people and sometimes we talk about school too so if anyone needs any help with anything it's really easy just to reach out I also found out someone on the trip was in one of my other classes at linked key so now we're both we're both struggling in the class a little bit so we just like ask each other for help and we can also study together which yeah I feel like I just met so someone new and have an other study buddy and yeah I just feel like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universities in general both by listening to my peers presentation and presenting myself we also planned a lot of next steps and goals for the next few month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admissions processes and we had to do a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about goals and kind of your dream school there was a lot of valuable admissions process info by all the private Q&A sessions we got to hear about their stats and maybe what they think they did to stand out from the other admissions just one other thing we we are who go be qu so go go who if i would say they're picky about the architecture so some schools they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like princeton but other ones they didn't and so they were like oh this is not for me so finally some lessons um i think i took away from this is try your best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um even if you're not that like outgoing like like me um there were a lot of good opportunities for that i feel like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older students and younger students as well so if you're older you can kind of mentor the younger ones um like some some students asked me about ap's which um i think i'm taking them for this year and so i give advice about that and then also i'm a robotics kid but there were a lot of debate kids or like model un on the bus so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at um because like i don't do a lot of debate and another thing is the presentation the first um when i first heard that the presentation had been 20 minutes and there were three people presenting i was like i i can't speak for six minutes this is going to be impossible but as the days went on and as i presented more i felt like it was easier to fill this time um and i didn't feel as stressed for presenting especially because we were all closer as a group as well um so thanks to all the teachers and parents that were on the trip also an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go and thank you to everyone for this i'll see you in the party yeah i'm gonna go dress up as well thank you 好嗎? 你好,能看到嗎?我這個 能看到我的視頻嗎? 能看到攝像頭嗎? 我可能開啟這個視頻 我覺得我這個聲音要出來 要不要把它放到大部分 我的聲音要出來 要 可以把它放在大部分中 這樣 聽不到它的聲音 能看到嗎?大家好 我能看到大家看到我嗎? 能聽到嗎?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大家好,我是Lydia媽媽 很感謝LinkedKey給我這個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孩子呢,先介紹一下我的孩子 他是一個加拿大土生土壤的普娃 我之所以給他抱這個團呢 是因為我們之前自己也帶娃去參加過這種訪校 說心裡話就真的是走馬觀花 然後孩子沒有任何的感觸 所以這一次我是希望能夠把專業的事情 交給專業的人來辦 然後這樣的話呢 也希望孩子在這個過程中能夠身臨其境地去體驗一下 這些北美的頂級名校之所以出名的原因 也希望是說他能夠在這個團隊裡結識一些更好的孩子 跟他們學習一下 所以我就給他抱了 我在這裡就說一下我比較印象深刻的三件事吧 第一是說作為一個老母親來講 我最擔心的其實還是行前對孩子的這個安全 以及整個這個行程的一點點擔憂 所以3月11號呢我把孩子送上了這個大巴車以後 我真的是全程跟著這個團進行這種雲跟團 然後一開始的原因是因為確實是想要知道孩子的整個行程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其實到了第二天呢我基本上就是 我雲跟團的目的就已經變了 因為我完全完全的對LinkedT這個團隊 感覺特別特別的放心 第一天我的孩子整個從過海關開始 一直在群裡不停的update信息 我知道我的孩子 隨時知道我的孩子在哪裡 然後他在做什麼 然後到晚上他怎麼樣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怎麼樣所有的 我在這裡還要感謝一下當時跟團的那些家長 真的是太負責了 然後每天晚上都把我的孩子 每個每個孩子 是不是回到了自己的酒店房間 然後第二天早晨叫起 都是在群裡面報備 我想這對於一個母親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萬事的開頭 一定要安全 所以在這點上我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謝 當時跟團的所有的媽媽爸爸 然後也要感謝LinkedT的這個組織 然後再有一點呢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 我3月11號早晨5點鐘的時候把孩子送上大巴 然後大概下午3點鐘的時候 我想應該是在Conell 然後我孩子發了一個微信給我 當時我印象非常深的是 他發了一張照片 上面是一個Hoodie的照片 他跟我發了這個照片我特別開心 我當時跟他講 我說我很喜歡這個 上面寫的是Conell Mom 然後我孩子回了我一句話 他跟我說 Mom, wait, I will buy you a Harvard Mom 當時我聽完了那句話以後 我感覺就是我早晨5點鐘送上車的那個孩子 跟下午3點鐘的那個孩子 開始有一點點變化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的孩子 是不是都是北美的北美生的這種虎娃 我的孩子是這種就是 他有夢想但是缺乏任何行動的能力 也就是說他對目標的執行性特別欠缺 剛才我聽到呃 劉校長說的那句話我是特別有同感的 就是說他有夢想但是並沒有準確的目標 更沒有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 所以當時他說了這句話以後 對我的感觸特別特別的深 包括他每天每天我通過照片裡的 看到他那個眼睛裡的光芒和他 就是積極參加各種活動的狀態 我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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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的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剛才我在看魯秋老師分享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感覺又重新走了一遍 感覺重新又隨團走了一遍 然後那個當時對我印象非常深的是 那個耶魯的那個圖書館 那個金碧輝煌的狀態 讓我感覺就是孩子們終於領會了 中國的那個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點我印象也特別深 就是我回來以後我的孩子的狀態 他非常非常地興奮地回來 然後跟我講就是團裡面 所有優秀的其他的小朋友 然後跟我想最有意思的一點 是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媽媽你知道嗎 這個團隊之所以成功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團隊裡有一個second mom 有一個second dad 還有一個big nice brother 但當時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這個純北美長大的孩子 無形中了解了 中國古語中的那句如師如婦 所以我感覺就是全程的 整個的雲跟團的這個過程中 包括我自己也學到了太多的東西 還有一點呢 我的孩子現在回來大概有兩週的時間了 我能從他身上深切地感受到改變 就是他現在有了明確的目標 通過這次八天的行程 他訪問了所有的學校以後 他有了明確的目標 我能感覺得到他的眼睛裡的光 我能感覺到他現在每一天上學的這種狀態 我覺得有一句話說的特別好 就是說教育的真正目的是 點燃心裡的那個火焰 我能看到那個小火苗現在 在一點一點的燃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參加LinkedP這個遊學團 就是我孩子參加這個遊學團最大最大的意外之喜吧 所以如果說我對這個遊學團有什麼遺憾的地方 我覺得最遺憾的就是我沒有親身的跟孩子一起去參團 我覺得在座的家長如果有機會 真的應該跟孩子們一起去全程領略一下這些名校的風采吧 然後也能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到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這次這個遊學團裡 我相信這次旅程對我的孩子來講 一定是一個意義非常深長的一次旅程 然後我相信他點燃了心中的這個火苗以後 我認為他一定可以成為一個更闪耀的自己 我記得我當時群裡有一個家長 有一個媽媽說過一句話 說這次行程結束了以後 能不能夠去騰校這件事情 已經變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但是孩子們的成長和他以後 是不是能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 這件事情我們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在這裡我要真的非常感謝 LinkedP的學校的所有的組織人員 你們這一次不是僅僅組織了一個活動 你們真的是我孩子成長過程中的一個mentor 謝謝你們 然後也祝你們LinkedP學校越辦越好 這下面有一個問題 Lidia是幾年級 Lidia是十年級 Lidia是十年級 我要把我這個話筒關上 要不然他還是有回憶有刺激 謝謝 我覺得謝謝Lidia媽媽 講得很精彩 坦白講他講到 他講到孩子的那種 所謂父母的孩子的那種感受的時候 其實我都蠻感動 那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多說我的感受了 所以我就把我們的 podium交給David David He has been a long-time Linky student Right And currently still engaging in model union program 我們有一個 這個團回來之後實際上有一個會 因為當時在團裡面的時候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本來我們要是跟每一個隨團的家長 都要開一個會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他們主動就簽上了 讓其他家長先買了一個會 先開完 所以我們就回來之後呢 跟他們又開了一個會 其實讓我能感覺到 就是David的這種變化 從團前到這個團之後的這種變化 尤其是剛才我們講的 叫developable purpose 在這個點上的一個變化 我不會說了 我們留給David You wanna go first? And then you can introduce your mom All right? OK It's yours! Thank you,David I'll just stand to the side here so that I don't cover the project OK OK How long? How long?How long? How long everyone? How are we feeling today? All right, so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beforehand to the teachers who have had to hear many of my jokes throughout the trip Let's begin this little spiel with a fun joke How do you get into Harvard? You open the door That's the second worst time that joke has gone within the past month All right, so jokes aside Hello, my name is David I'm a grade 10 student at White Oak Secondary School I've been at LinktKey for I think five to six years now And of course, the only reason you might need to know me Is because I was on this trip, of course, last March break So, if I'm going to be honest Coming into this trip, I did not quite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I was younger I always thought of the Ivy League as more like The dream, the goal, the thing you need to make your parents proud It's what everyone aspires to be But few people can really understand the true depth Of what really this sort of these institutions hold And I think personally going in I always thought this tour was going to be a fun tour Exciting and useful for achievements But ultimately, just maybe an ad from the students And I was very wrong In that this tour was both a very engaging and very helpful experience So, of course, going in I felt not only that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schools themselves And made many connections But also, I really learned more about myself What I aspire to be What my goals are And how I can achieve them Now, I know what you might be thinking Oh, goals Self-discovery Very cliché And I would agree that that's a fair assumption So, next, I'm going to give you guys some tangible Tactical insight as to what this tour has offered me And what it can offer you So, firstly,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is tour has helped me realize the distinctions of each university I found that each member of the Ivy League Each university we visited Has their own special quirks Their own unique values Like, for example, we learned that Yale In its history It was named Yale Because its original donor Had a last name of Dahmer And they did not want to They wanted to be called the Yalies and not the Dummies And it's these sorts of fun experiences And these little things that really make these universities unique And ultimately help you decide which one might be the most suitable for you For example, I myself preferred Brown's more open curriculum Compared to say MIT or Columbia's more strict requirements And likewise, it's useful for you because you can find Not only what the university values But what it looks for in an applicant So, if Brown is offering me, for example, a more open curriculum I might want to present myself as a more open person in general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very useful going into the future Moving on from that I do really appreciate the tour guides as well Now, as you could see through those very, very photogenic pictures of me I played in the presentation I was the tour guide for Dartmouth College Because we couldn't find one in time And you can take my word for it It is not easy So I really want to thank the Linked Key staff For finding such professional and such helpful tour guides Who not only answered our questions in a specific and straightforward way But also handled all of our problems professionally And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tay behind with us And help us through all of our troubles Moving on from the tour guides, we have connections So, as I mentioned This i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universities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really discover yourself And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you When you go on this tour We'll be put with som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Som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and aspiring peers That you will ever meet at this age And by working with these like-minded people It creates this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drive each other To really follow through with their passions And improve upon many skills And these connections last not only for the assignments on this tour But als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 started a discord server Just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tour And as Victoria mentioned We still talk to each other for advice in school Or meeting each other in classes And it really builds this very healthy, productive, constructive environment And moving on from the schools themselves I want to thank the faculty So this sort of experience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And I think Ms. Penn, Ms. Wang, Mr. Zhong and Mr. Liu All did a very good job with the logistics And the preparation for such a trip There was no moment in the entirety of these eight days Where we had nothing to do Whether it was fun buffets where we overstuffed ourselves Or through presentations And working on like developing our notes and research about the schools This was really an experience that fostered our skills in communication In presentation skills In collaboration In collaboration And of course in leadership All of which are important things you'll need If you ever want to maybe go to one of the Ivy League schools And so with the help of all of these connections And through all the specific tangible things we learned We can all take that step forward now and open that door Thank you All right So moving on I guess I will hand over the mic to a certain someone An aspiring singer and a proud parent I can see how it works And how it goes Or the other people It was a bad parent Sungen It was even more than that Yes For sure I can't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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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作为一个跟团家长 我呢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 能够代表所有家长的一个家长 但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家长代表 谈一些自己的亲身的一些感受 那就是说我想的两个问题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要不要抱这个团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家长要不要跟团 那我一个一个讲我个人的感受 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要不要抱这个团 可以实话跟大家讲 大家不要期待说八天之内 就完全真的出门的时候是一个孩子 回来的时候另一个孩子 可能性不大 就是说他早上不起床 等到八天之后回来可能还不起床 这个就是自己家孩子 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这个期待可不需要有 但是呢我确实可以告诉大家说 八天之后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我认为呢就是其实是 一个激发孩子的一个内驱力 就是他自身他可能会有一些 其实就像教授校长刚才说那三个字 我相信就是我想要 我想要什么东西 就是他自己会有的passion 就他看完了之后 我觉得人见多才能识光 就你出去看了之后 你见到了 你可能才会真正的认识到 一个是自我认识 一个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那自我认识就像David刚才自己讲的 就说他吃西出门 我们走之前啊 David是这样跟我讲 他今天还是穿的是 普林斯顿的那个那个hoodie 他非常喜欢这个学校 他自己呢就是也很巧的是 就曾经之前去过一次这个学校 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呢又很巧的是 在第一次就他在那个 普林斯顿的那个模拟联合国的 那个比赛中呢就获了奖 那也是跟着 就是在Linky这个培训了好多年的 那个MUN 这个然后有这个David 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能够去参加比赛 然后有老师的指导 最后能够获得奖 所以对于小孩子来讲 就是内心会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触动吧 所以他去这次呢 我觉得他对普林斯顿的 那个那个期待 就是他自己认为 自己可能将来 未来希望能够有一天 能够成为普林斯顿的一员 但是八天之后的行程呢 在最后一天 潘老师的作业是说 每一个孩子在最后一天 要讲 每个孩子都要讲 讲什么 讲两件事 第一是你的Dream School 第二是你的Target School 然后David我们家这孩子 大家刚才看见了 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孩子 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也不算是优点吧 就是他会 但凡只要在学校也好 在就是在任何一个学习环境下 只要介绍任务 他都会全力以赴去做 潘老师都已经说好 说这个作业呢 我没有评分 因为已经是最后天 所有的讲都评完了 我们家这傻孩子呢 就是 我反正是第二 当天我自己 就是回到那个hotel 就回到我的room的时候 已经快十一点了 他把所有的学校 全都列出来 因为缺点 所有的都列成表 然后再完成这个作业 最后告诉我说 他说妈妈 我的Dream School 我觉得还是Harvard 我的Target School 是Brown 其实就是说孩子 我觉得很可能 将来有一天 他可能哪个学校都去不了 但是没关系 就是他 我说那你这个 有啥原因给我讲讲 他说Harvard呢 就是说 首先是他前两年 这个课 他是有很多个学科 可能是十个学科 从历史的 人文的 science的地理 就各个方面 他都会对孩子 有一个要求 希望你在各个方面 都能够学 我们家这孩子呢 就是是比较 就是散的这种 就是散养型 喜欢science 将来希望能够学biology 然后呢 学钢琴也很多年 现在ARCT 然后这个 都学很多年 在这个Linkedies 就从五年级开始 模拟联合国 一直到现在 然后看上去 好像我估计 就是从历史啊 人文啊 就各个方面 都能够记处到 所以他说 如果要是能够 在这样的学校去学习 在前两年 能够学习那么多的东西 他觉得更好 普利斯顿呢 他说好像更专一些 就是对孩子的期待 可能是更学术吧 就是在某一个方面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 我个人也有感觉 就是在普利斯顿的孩子 看人的时候 其实是带着一点小骄傲的 就是他 你从他身边走过 就好像是说 这么一群人 这个他的眼光 都好像是用眼角 在看人的这种感觉 就个人感受 所以当时他的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其实只有 亲身的感受了 体会了 你才能理解孩子的 这个选择 我说那你怎么觉得 Target是Brown呢 他笑 他说我觉得 Brown也是类似这种 就是这种设计 然后呢 他又可以接受那种 Double Major 更有意思的是 因为就是Brown的那个 潘老师制定的那个 其实是就是 学校这边和潘老师 制定的那个 私人的那个Tour 那个Guide 其中有一个那个 就是原来打 在我们这个 Linky做MUN的孩子 他David当时小的 就是很小年纪的时候 那个孩子 在高年纪的时候 就对他来讲 就像是一个 好像一个哥哥一样 他去了这个Brown 这个学校 他就觉得说 而且又介绍学校的 各个方面 他觉得非常喜欢 他就觉得 而且当时的那个Tour 他跟了一个Tour 就是那个学校 好几个Tour 他选的那个人 正正好好的 是一个Science和Music 一Combined的一个孩子 就是Double Major 所以他 我觉得就是他会看到 一些真实的一些人 跟你介绍 而且他每一个Tour Guide 他不但认真能跟 他每一个人都会提问题 我估计他是 没少影响 各个Tour Guide 但是社会也是真的是有 所以我觉得就说 真真正正八天下来之后 他的自己个人的这个 这个亲身的这个感受 我不知道 可能各家孩子 都会应该是这样 我能够看到 就他的这个变化 而且他是 我说那这些东西 不是妈妈能帮你做的 全都是自己要做 他的有这个 自己的这个Passion 有这个内屈力 他打算去改变 他打算去做 那我觉得做家长来讲 我其实轻松很多 就是我不需要 再去督促太多的事情 然后呢 我自己也来问自己 就说 八天 一个很短暂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星期 怎么就会有 这么大的这个变化呢 就是说 后边是什么 使得这个 有这个这样的一个 短期的一个成功呢 我觉得主要来讲的话 可能是 就是两方面的 这个因素吧 一个最好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 我觉得从 从校长到潘老师 到钟老师 就是王老师 就是还有那个司机 这个Michael老师 就是他们这个 整个的这个 一个团队的 这一个前期 还有当时八天 还有后期的 这个所有的 这些工作 这个运作 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设计也好 就是到最后的执行也好 这里面有多少 effort 但至少从我看来啊 就是说 真的是 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 我曾经 我记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 跟王老师开玩笑 我跟他说 我说要是让我拍一部剧的话 就就拍一个 这个八天游 我如果要是在每个角色 让我去选演员的话 我可能选到最理想的演员 也就是这几位了 就他们每一个人的 那个角色 真的是能够把握的 非常之好 然后呢 又能够做的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 潘老师一直在讲 跟孩子们强调说 我希望你们能够提高 你们的领导能力 社交能力 就是你的这个交流能力 还有合作能力 我说看了看他们 我觉得其实他们本身自己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他们就是在 就是在告诉孩子们 就是他们本身 每个人有自己的职责 像校长就是一个决策力 就是他在每个时刻 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 非常简练 就是而且是非常的正确 后来呢 也是当然 就是在这个团八天下来呢 就是跟老师们 也都慢慢变成朋友了 然后也知道一些背景 一些历史 就是揭露一下 人家也是美国名校的MBA 所以今天的这个成功 也是毋容置疑的 那那个潘老师呢 我就坐他后边 天天我们俩东北 东北人两个人 天天没啥事 我就跟他聊聊天 后来也知道 就是潘老师的这个成功呢 也不是surprise 在国内呢 像他自己说 他介绍他说 他就是师范院校 这个本身就是师范院校出身 那做老师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就是信守年来 同时呢 在加拿大又读的硕士 而且是就是读的深化 就专业的硕士 然后现在在 在这边的那个大公司里呢 去做 做scientist 做leader 所以呢 就是说 他做这些事情呢 对他来讲 就是真的是 就是piece of cake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 就完全是一个 不可能的事情 精力极其旺盛 思维极其敏捷 就你都想要吗 在我们在车上 我们就一路的睡 他一分钟一秒钟不睡 就是没有各种 才能把所有的事情 全都安排得当 第二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困得每个人 都回房间里面 就是开 就躺下 就真的就是 不省人事的状态 他还能做很多 第二天的所有的那些工作 所有的设计 然后他呢 包括孩子们之间的那些 就是如何让他们之间 有合作 又有交流 然后还有竞争 大家激发孩子们 所有所有的这个可能性 我都不知道 他这个脑洞有多大 就是怎么把这些东西 设计出来的 但是而且他的评分机制 so far没有听到 任何一个人的complain 大家都服气 所以在最后的结果 就每个孩子 都知道去努力去做 我记得第一天 说实话 那天很巧的是 David把我的房间占了 让那帮孩子 都上我们房间去 因为他是leader 把所有的孩子叫过来 让他们去讲 准备他们第二天的presentation 我没地方去了 我除了在gym里面跑完之后 就是就在大厅里待着 我看到几个孩子们 聊天的过程中 然后说说笑笑 然后还在那儿 好像有个人拿出了几 拿出个扑克了 我当时很惊讶 我说这你们来干嘛来了 第二天做presentation 他们是第一组 二十分钟presentation 他们做到13分半的时候 做不下去了 因为就他们没有准备那么多 那个leader非常棒的 就是take responsibility 一直在说 我再说两句 我再说两句 但他们没有准备那么多 然后他一直恰表说 还好还好 就成六分多 这个状态 我说有那这八天下来 估计够呛 这是唯一的一天 也是唯一的一次 从此以后 我再没有看到过 任何一个孩子 这样准备presentation 你们就看 就是毛老师 那就跟一会儿 可能也要说 每天去查这些孩子们 真的是认真 就是他们甚至 甚至就是说 要求说到点回自己的房间 反正我们家那时 回去了自己 还在那准备 生怕就是说 第二天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给自己组里丢脸 其实我觉得就是 孩子们之间的这种互动 就是他们之间 就除了这个 前期的这些工作 这些老师们 就是做好了前期工作 更多的是 他们自身的这种改变 所以我觉得第二点 就是使得这个团 成功的原因 就是榜样的力量 一个是说 大家就是 大家跟老师们学 然后就孩子们 相互之间也学 这次这个团 我真的很surprise 就是35个孩子 后来我几乎能够 大概所有的名 都能叫个大概了吧 然后跟很多孩子也聊过 因为我正好也是 就是家长嘛 都是负责一个 作为叫行政小组的组长 就天天早上 负责叫起床 然后给人 甚至有的时候 我还给人孩子们 拿个午餐之类的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要确定 他们都上 回房间里睡觉 偶尔的时候 也会聊一聊 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 优秀的孩子 这个世界 就都聚到一起 我可能因为 大家都有相似的 这个梦想 所以呢 有的孩子是 假如说 花样花瓶已经是national的 就是然后gymnesus 也是什么 就是非常高级别的 这种做mun的 做debate的 做就是各个方面 非常优秀 然后很多是私校的孩子 然后公校的孩子 也好 都是IB program 就是大家 这些孩子们聚到一起 他们在一起 能够撑出更多的 这个火花来 然后他们 甚至我看到 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区别 像我们家这些 属于实活干活的 我估计将来也是 就即便是说 未来我八成 可能也做个 喜欢做scientific的 work什么 做这方面 但有些孩子呢 更擅长的 可能是能够 能够有一些leader 就是我知道 有个孩子 他觉得自己 就是到自己组队的时候 他担心自己 可能不够强 他跟我儿子说 你能不能来 上我的组来 然后儿子又问我儿子说 你能不能做leader 然后说 你不是组的组吗 他说 他可能比我强 就是他 他会知道怎么去用人 就是你会看到 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优势 然后他们又能够在一起 合作 然后最后 eventually能够达到一个goal 所以这八天 这个 就大家在一起的 这个认识 这个合作 甚至David好像是 我听他讲说 他最后建了一个server 在这个什么 一个社交媒体 把所有的孩子都加到一起 他们也在继续联系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 如果家长没有时间的话 就孩子自己要不要去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要去 这个 这个 至少我个人认为 是超出预期的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家长要不要去 我个人认为也是 如果家长要是 有时间 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去 我认为呢 我自己的收获 就是 一个是 就是看到了 能够有机会观察到孩子 其实不是每一个家长 都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能够看到孩子 跟其他孩子在一起 然后这个 你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能够看他八天 然后看他跟孩子们之间的 这种交流 这种互动 然后看到他的这种变化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就是 陪伴吧 然后另外呢 我觉得能够跟这么多的 优秀的老师 就是专业的团队 然后跟家长们在一起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的 这八天下来 我觉得我可以说 我自己认为 我跟几位老师都成朋友了 真的天天可以在一起 说说笑笑 我那天自己说 我说真的这八天下来 我本以为自己去了是 就是陪着孩子嘛 就是这个一个家长的这个身份 这个到那再就是帮帮忙 帮帮其他孩子 没来的家长 但我觉得其实真正带给我的 其实真的是一个旅行 我真的是一路的是 治愈性的笑 就欢笑 然后再加上就是跟 所有的这些 就是家长们这个成为朋友 再也就是钟老师的功劳 真的是养猪团似的这种 这个活生 我回来了之后 我实话跟大家讲 真的是 我每天就是三顿 这个吃完了之后 还加上晚上 你就白天走那么多 晚上加一个小时的gym 回来之后 还是长了四磅 我真的是在上个星期 终于把这四磅甩下去了 这个钟老师 这功劳无限 所以大家呢 其实就是说不用担心 如果真的是有机会去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够跟孩子们一起成长 开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新的旅行方式 我非常推荐 那好 就先说到这 多谢大家 谢谢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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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被矿 不然对了 其实我想 我想多说一句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 以前也有很多人问我说 什么是好学校 什么是坏学校 怎么定义好学校 等等等等 我一般给大家讲 我说其实 好学校都有好多标准 这个我长话短说了 但我就想说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比如说哈佛大学 或者耶鲁大学 大家认为他们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假设是 或者普林斯顿 没关系 你们真的认为 就是哈佛耶鲁 普林斯顿 他们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这种教授吗 是 他们的教授很优秀 没错 是这样 但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有本事 能够吸引到全人界最优秀的学生 那这些学生在一起 坦白讲 我去当教授 他们都会很优秀 都会前途无量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啊 当然潘老师很厉害 钟老师 王老师都很厉害 但我觉得我们更厉害的 就是我们能够吸引到 最优秀的孩子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 孩子们之间的这种互动 互相之间的这种影响 这种我们刚才说了无数次的 叫我想要的那种动力 要远远超过我们 我们对他们的影响 我就多说一句 那 我们的这个主角 我们叫鸭场的王老师 请我们王老师 王老师既是我们的家长 又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他有两个 两个非常鲜明的角度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来请王老师 非常荣幸 这是 不用打 对非常荣幸 是这样 我认识潘老师很长时间了 因为我们家老大呢 申请大学的时候 前两年申请美本 得到了潘老师很多的帮助和指导 所以呢 我个人 就是我跟校长认识比较晚 是参加这个团才认识的 那我跟潘老师认识很久 我一直也很佩服他的这个能力 和他的负责 所以呢 我对这个游学团 其实关注的时间也挺久的 但是因为我们家 妹妹年龄偏小 不符合条件 因此呢 一直也没能跟上 这一次呢 潘老师他需要一位助教 然后他问我 愿不愿意 我肯定就很开心了 我就 我虽然很忐忑 但是我也非常开心的 就是接受了这个 这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然后呢 我就带着我们家妹妹 一起抱了这个团 所以呢 我 我想从这个 又是家长 又是助教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感受吧 首先作为家长呢 跟刚才Devi妈妈说的一样 我觉得这个团的结果 是超乎想象的好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 我们家老大呢 当时申请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在两个暑假 就是我们自己在网上 book这种 学校的campus store 去了 两个暑假 分别去了实际所的大学 也都一直在走 那我个人感觉 这个对我的孩子 是有帮助的 但是相比我自己的成型 跟这个团相比较 我觉得这个团的好处 是显而易见的 有以下几点 我就简单讲讲 第一点呢 就是整个团的形成 完全的非常紧凑 非常的高效 这个刚才David也说了 没有一分钟 会让孩子闲下来 我们是一辆大巴 从头到尾八天的时间 有很多的时间都在路上 通常会认为 是路上的时间是干嘛呢 睡觉呀 聊天呀 打游戏呀 No 没有一分钟 给孩子是自由的时间 你上了车开始 我们在行前团的时候 潘老师给我们 展示了若干张的表 我第一眼就看懵了 真的是眼花缭乱 每一天的座位 是不一样的 是固定的 每个孩子的partner 是固定的 然后每天晚上住的房间 是固定的 每天就是那个固定的 是在变化的 房间是不变化 但是每天座位是变化的 然后每天的group study 是五个人或者六个人一组 组合也是变化的 有年龄的不同 有性别的不同 来自私校功效的不同 我当时真的是很佩服 我说这个脑 简直是电脑做出来的 这太烧脑了 这玩意儿 然后呢 从第一天开始 上车 所有的孩子 就要按照这个 你自己要找你的座位 每个人还有一个编号 然后你就按照编号 去找你的座位 然后就开始讨论 就是每一天在车上 都要讲 你第一天晚上 你们group study 你们团队的整个的观点 不是你自己的 一个团的 一个group study 是五到六个人 有三个代表会选出来 你来分享 你在你们自己 昨晚学习的 研究的这个结论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像刚才 爹地妈妈说的 孩子有点懵啊 也不知道讲啥呀 然后你能慢慢慢慢看到 这个每天每天都在变化 从最开始有点扭捏 不怎么讲到 后来每天声音越来越大 或者每个人抢着讲 所以肉眼可见的 这都是变化 这个太就是 还有就是晚上吃完饭 回到回到酒店 通常也是 那你回到酒店 不就应该休息了吗 对吧 看看电视 打打游戏 那种分组 然后呢 这个分组 有时候我们到酒店 已经八九点了 已经很晚了 我有一次 我记得我房卡 都还没有分完 第一批孩子 已经下来了 因为他们大堂 霸占各自的桌子 有的大堂 有的大小 有的小嘛 就每个人要霸占一个桌子 然后几个人讨论 已经开始讨论上了 九点钟才开始讨论 到十点半 赶他们上去都还不上去 孩子呢 每个人还得拿电脑 再写再寄 就是我每次看到 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这个太值得了 真的家长们 一点也不用担心 因为不会有时间 给他们玩的 就是特别的紧凑 孩子们 但是他孩子们 他不会排斥的 他会觉得 这个氛围 他们也很enjoy 他也很愿意 然后呢 这是第一点 就是特别的紧凑 就是你所能想象的 空余的时间 都没有给他们去玩 他们都在交流 就算是聊天 那种聊天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种 in-person的social 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些孩子 都挺优秀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个人觉得 这个团的亮点呢 就是跟普通的 自己去的话 他我们每次呢 都会基本上 尽大可能的 邀请到一些 private guide 就是刚才 David妈妈也说到 我们的学校呢 有的学校 有official guide 但是呢 有些没有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 都会先参加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校长跟潘老师 会利用他们个人的资源 邀请到一些腾娃 来跟大家座谈 我那天在群里面 看到有一个家长问 就这个 暑假团家长问 说 有没有官方的这个tour 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真的当时很想说 我说官方的tour很重要 但是我们自己的tour 更重要 这guide太好了 因为从后来的结果 能看到就是 但凡是我们那次 请到了好的 这种guide的 这个学校 都得到了孩子们的 高度评价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是感性的 他能够看了 这个学校之后 跟这几个guide 那几个guide都是 校长他们都会邀请 潘老师会邀请 尽可能要 华裕的孩子 就是咱们背景是一样的 然后最好是多伦多来的 有的甚至是校友 来了之后吧 然后大家就觉得 特别有关注语 而且这些孩子 本身是非常优秀的 他也以自己的学校为荣 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很骄傲的 能感受到他的骄傲 然后呢 他跟孩子讲述的时候 是也知无不言 也无不尽 有些高年级的孩子 受益特别的多 我觉得 比如说有孩子 甚至会问说 专业的情况呀 然后甚至会问说 你当申请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申请到的呀 还会问说 申请过程中间 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之前去的时候 是不可能接触到 这种资源的 就是我们当时 比如说我们参加 那种官方的 我儿子还算是挺积极的 会跟着去问 但是一个团有二三十个人 你也不能老问 别人一个小时 结束了别人就走了 对吧 你也不能老盯着别人 但这个每次会多 一个小时的时间 会让这些 我们自己 过来跟我们孩子讲解 那这效果 我觉得觉得是 含金量最高的一部分吧 我个人觉得 反正在我的印象中间 我们当时在 Cornel 还有Bron 还有Year 这三个学校 尤其的那个盖的 特别出色 特别出彩 所以这三个学校 在后来最后一天的 Final Speech里面 成为很多学校 成为很多孩子的梦想 这个太有影响力了 我觉得 这是我认为 第二个亮点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团 有35个孩子 这么好的机会 其实不是在哪里 都能遇到的 像校长说的 优秀的孩子在一起 他一定会让自己 变得更优秀 他是互相影响的 刚开始可能 我后面会讲到 我作为助教感 有些孩子可能会说 年级小嘛 八年级啊 然后就比较懵懂 一脸梦就去了 但是发现说 怎么这些孩子 都这么能说呀 然后都这么强啊 他们都在表达 那我也不能太差呀 你每天都能看到 他在变 最后面一天 他的梦想 也会成为是MIT 他的梦想 可能也是Year 然后他还会说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才能实现我的梦想 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再辛苦 都是很值得的 然后呢 就是作为家长 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个是刚才 吃雷射的 这个养猪团 整个的行 吃和住 这三点 超乎所有家长的预期 坦白说呢 我之前参加这个团 我带我女儿参加 我的对这方面的预期 是很低的 因为我知道 这不是一个油山玩水团 我在想说 我们条件艰苦一点 然后呢 我们带的东西也比较多 我知道好几个家长 带了烧水壶 吹风筒 我本人就带了吹风筒 因为我女儿长头 我头发很长 我就担心万一酒店没有 我怎么办 后来事实就证明说 每一间我们住的酒店 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就是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我自己去自驾游的时候 我订的大概也就是这个标准 而且每次都是无缝衔接 不需要我们操心任何的事情 吃饭呢 包括住啊 包括上车 就是非常的丝滑 然后钟老师呢 真的是每次给大家准备的 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 真的实在是吃的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每个家长 都长了三到五磅嘛 坦白说 春雷他为什么 他白天走那么多路 他晚上还要去聚米一个多小时 每天短一声短打就下去了 其他家长早就瘫倒在床上 根本就起不来了 就是属于这种 每个人基本都能长三到五吧 我其实也差不多 真的是 回来这个任务很艰巨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想说 35个孩子 一路上八天 这么紧凑的行程安排 这么恶劣的天气 雨雪交加 基本上没有一个孩子生病 这个后勤保障一定是非常好 才能做到这一步的 你自己带一个孩子 你自己带两孩子出去 开辆车 你都是 我说实话 你联系学校 找酒店吃饭 肯定都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排 确实非常好 这是作为家长 我非常满意 然后作为助教来说 我个人是这样的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 因为我的主要工作 是协助潘老师 落实他的非常繁重的 非常仔细的学习计划 那真的是我自己 都要先看半天 才能整明白 那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弄 然后比如说最主要的工作 我就是每天晚上 我去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 我就拿着我的小本 我就上去了 然后呢 每个孩子 每个组都有一个组长 那么这个组长呢 要把你们这一组 确定今晚在哪 学习的地点抱到群里 然后我把它整理一下 我就拿这张表就出去了 刚开始呢 第一天的时候 你就能发现说 有些孩子是自带光环的 就是天生就很自律 比如说David就是这种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就知道我自己要干嘛 他就知道 说我就好好整理 那每个组的组长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可是那组里 还有五六个孩子呀 那你有些孩子一上来 他可能就偷偷地躲着 角落打游戏 是有的 第一天绝对是有 比如说有个小男孩 我咱们肯定不能说名字 就是八年级 我去检查 他一个人坐在那角落里 我说你怎么不过来 就是我在做research 我说好 后一会我就转到他后边了 因为后边还有另外一组 我就发现他并不是在做research 然后我也没说 我又绕回来 我就跟他组长说 我说你这样不行 你得把所有的孩子都拉过来 每个人就得说话 不是你一个人说话 你一个人说不行 我说你不是你的观点 大家的观点 然后他就把那个孩子弄过来 然后我就 我跟那个孩子 我说你好好的表现 你妈妈是随团的 如果你表现不好 明天你妈妈能看到你的表现 你孩子没吭声 然后到第二天 我就发现情况有变化 为什么呢 第二天的时候 第一天的演讲结果出来了呀 就像刚出来说的呀 有些孩子讲的好 一些孩子讲的不好 然后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是 都是参与评分的 老师不参与评分 学生自己参与评分 然后就评语长来了 一二三四五 大家都能够 这个一眼就能看到 谁讲的好 谁讲不好 那每个人 也不想自己的组里丢脸呢 对吧 因为每个组要评出优秀 然后我就开始准备 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太出现那种 说一个人挂这一标 玩游戏的 没有了 只是说有人说的多 有人说的少 到第三天晚上 我再去检查的时候 我就发现 有的积极的孩子 那就是太积极了 就每次他一定要第二天讲 然后我说 你们这一组 有人没讲过吗 他说有 我说谁 他说谁谁 我说有人没得过奖吗 有 我说明天只能这两个 没有讲过的 没有得过奖的奖 你讲过的 你就不要讲 他那我不讲 我怎么办 我说你不讲 你把你的关系跟他说 他帮你讲啊 他说这样 我说对对对 我说你们组得了奖 你也有奖是一样的 那好吧 那我后天讲 我说那行 就有些还真的是很积极的 当然也是很受鼓舞 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 就有个别的孩子 没有得到奖 然后那组的组长就说 那他得不到奖 我没办法 我说你不能这么说 他如果一个人得不奖 你们所有的35个孩子 都不可能有一个人 得第二次奖 就潘老师的这个规则 是非常清晰的 指向你很强 所有的孩子 全部拿过一次奖 才有可能有人拿第二次奖 所以所有的都卡在那了 他们组长也很郁闷 说那怎么办 我说你把你们组 最精彩的部分 留着给他一个人奖 他一定能得奖 他说对对对 这是个好办法 然后他们就开始想 有组就说 那我们就先来一段rap 他说我们搞一段rap 他说肯定有人 会鼓掌 会记住他就能得高分 还有另外一个组就说 我们第一个奖 他说我们发现 每次得奖的都是第一组 第一组效果最好 我们要第一组 我明天还跟我说 那个安德雷老师 我可不可以在你这里报名 我们第一组奖 我说可以 我帮你那份好 我说我跟潘老师说 就是你从所有的 这种过程来看 这孩子的变化 每天都在变化 真的是优秀的孩子 他始终是很优秀 但是呢 他学会了跟关心别人 他学会了代理整个团队 那普通的孩子呢 他也知道了 说我不能老说的 我一定要站出来 别人都在讲 我也要讲 而且我也能讲 就这个变化 我觉得是 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能看到 然后到第四天 潘老师忽然就来了一个 那天只有六个组长 是指定的 组员自己抱团 然后呢 孩子们就开始有点慌了 就不知道找谁了 有些呢 就积极主动的就开始 刚才David说的 David这种优质人才 立马就被某些组 就拉过去了 那有些孩子可能 最看可能 不一定有人愿意选 那他有些孩子很厉害的 会主动说 我跟你组好不好 就这个过程中 你就发现 说大家发现 这个关系很重要 搜索很重要 至少我好办 那好的几个孩子 我得抱团呢 对吧 然后大家就开始 互相更加关注 跟身边的每一个人的交流 然后到了最后一天呢 后来还有一天呢 是不指定组长的 你们随便 你自己想 想几个人就几个人 动作快的几个组 啪啪全出来了 在群里面就公布了 然后第五组的时候 就稀稀拉拉出了四五个 然后还有几个孩子 就没有组 最后面就变成了 所有没有 没有去主动争取这个事情 没有主动去别人组 也没有主动拉人的人 他们就自动 就成了一个组 就这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们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个过程 帕老师不知道 花了多少的心思 来做这个事情 我是相当佩服 我跟所有的这个表格 所以我真的成佩 我只是帮他执行 然后我给他们拍照 通过照片 我也能够看到孩子的变化 都是刚开始低着头 不愿意被你拍到最后面 说很开心 做鬼脸各种的 就是他们非常 enjoy这个过程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看到了 他们的变化 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家长 还是作为这种助教老师 我觉得这种 我们的努力 都是非常值得的 非常值得 就是三十多个孩子 这个群体真的非常大 唯一 我觉得个人有点遗憾呢 是我的女儿年龄偏小 她就没能混进大队伍 她跟她的一个小伙伴 他们俩呢 就自成一组 每天他们俩自己讨论 然后录视频发给潘老师 他们没有参加大组 然后呢 但是呢 就即使这样 我觉得我也完全达到效果 因为她每到一个书店 就购买了相关的这个护体 她买了一堆的护体回去 现在每天轮着穿 因为她是私校 平时是不能够穿这些衣服的 她都留着 从星期五的晚上就开始穿 星期六 星期天 每天穿不同的 然后他们同学 她才六年级 他们所有同学都 就是她 她觉得是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 她在她同学里面 是最了解美国顶级学校的一个人了 她觉得自己 非常的骄傲 对 然后我女儿 因为是很喜欢social的一个人 她喜欢跟别人说 可能她也觉得 这也是她能够值得她骄傲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她也有自己的梦效 当然非常幼稚 但是我觉得我的效果已经完全达到了 我非常 就是我觉得很满意 很满意这个这次的形成 我也很高兴自己能帮助 潘老师一起来把这个学习计划推行下去 能帮到孩子们 所以最后呢 我就想说一句就说 其实呢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很独特的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同的生长周期 她有不同的性格特点 有些孩子吧 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特别很闷不吭声 后来你发现其实她是个很暖男 我走 最后几学书的那天 有一个十年级的男孩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每次都是我主动的叫他干这个干那个 最后走的那天 他特意走到我面前 跟我说 他说 他中文还讲得不太好 而且他说谢谢你王老师 什么也没说 说完他就很不好意思就走了 就是我觉得这些孩子们 其实每个孩子心里面都是有小火苗的 就是给他们撞下一个这样的希望 虽然这个希望 这个种子非常的幼稚 非常稚嫩 就像很多家长说的 其实你最后去疼孝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说 你确信他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好 他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他能有进步 他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他能交到更好的朋友 我觉得这些都已经足够了 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足够了 如果家长要是能陪同一起 那是更好的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到他 了解到他的 他的为人处事 他的社交 他的朋友 他跟人说话的方式 他跟家长交流的方式 绝对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如果有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觉得有必要的 对 对我就分享这么多吧 如果有什么需要 大家也可以再问我也行 谢谢 谢谢 精彩了 王老师讲的 王老师讲的很精彩 所以你这些压咒确实不一样 然后我再多说几句 然后我们就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我们后来总结了一些 后面可能我们还会要再做一些改进的地方 每一位团员在行前的school research 实际上是我们叫预习的一些功课 每一位团员启发他们给学校 给学长在真正的这种Q&A 或者我们这些best speaker 或者我们叫private tour guide 来之前能够 先把一些问题准备好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整个这个Q&A的这个过程 会更加的更加的有效 那第三就是更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作业 其实坦白一样 潘老师在这个地方绝对是绝对是高手 他的所有的作业的设计全都是有目的 都是有针对性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它做得更加有针对性 更加个性化 更多的创业的娱乐活动 这个到时候我们还得再想讲 还有什么更好的创意 这次潘老师唱歌了 下次可能让潘老师再跳个舞什么阵子 跟着团员的领导力 我们其实已经在这方面 我觉得这一期我们的孩子的这种领导力 刚才像王老师讲的 每个孩子作为团员 甚至去自己去自发的这种组队等等 这个当时我们还会想更多的办法 然后激发更多的对Personal Branding的认知和思考 这个我今天就是很大的一个话题 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现在大家有兴趣 我们回头找一个时间单独 我们可以聊这个话题 其实所有的大学 尤其美国都大概前十的大学的申请 基本上就围绕着这一个词 叫Personal Branding 然后 普集团的路线 基本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路线 我觉得我们是很成熟的一个路线 而且目前看是很有效 所以我再啰嗦一下 就很简短 第一天我们是到康奈尔 早晨大概是我们从这出发集合 然后到康奈尔 第二天到这个 Person Person 然后 Upan 第三天到Princeton 上午是Princeton 下午是Columbia 就是纽约了 纽约那个晚上我们会住在 Jersey Garden Mall 大家知道 那是美国很大的一个 一个shopping center 免税 免税 买东西免税 所以我们住在那个 离那个茂大概三分钟的一个 走路三分钟的一个酒店 非常方便 酒店很好 Bompton Inn 然后第四天到 到耶鲁大学 那第五天到罗里岛 罗里岛是两个学校 一个是Brown 一个是Risty 刚刚我们讲到罗里岛设计学院 然后再下来是波士顿 就是也是两个学校 一个哈佛 一个MT 然后最后一天是达特茅斯 达特茅斯之后 我们这个晚上我们会住在这个奥巴尼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奥巴尼是纽约州的整会 就是我们叫Capital City 然后第八天我们是从奥巴尼返城 大概是这样 基本上是延续我们后面的这个路线的 成功的这个整个这个路线的设计 这是一个报名方面的 我们报名截止预期是5月1号 为什么7月初团5月1号就要截止 因为刚才几位家长也都讲 因为我们要有大量的这种前期的 前期作业 所以可能我们要留很多时间出来 然后又例外就经历暑假 我们预期应该说不是预期 应该说这个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经过疫情的几年之后 今年暑假的旅游会会有一个爆炸 爆炸性的一个增长 所以酒店可能会比较紧张 我们要我们要提前做 所有的这些预定预约工作 研究完本身的时间是从7月9号到16号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是8天 然后报名的招生的年龄 是以9月份为主 我们现在讲的年级都是9月份开学的年级 8到12年级 就你目前是7到11年级 如果你目前当前是7年级 或者9月份的时候是8年级的时候 你需要我们需要约你的面试 然后才能决定你能不能参加 具体的这些后面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作业 可以联系我们钟老师 但是就是你报名的时候 你要提交你所有的 包括report card等等 一整套的我们要求你提交的资料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不是说你报名就一定可以参加 我们要看你的整个的 整个的你的资料 好吗 这个是关于价格 价格的地方我就想讲一下 有一个区别 就如果孩子单独报呢 跟家长在一起报呢 会稍微贵一点点 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是孩子单独去的话 我们要这个整个的这个 effort 给他的attention要多很多 所以就是这个 因为家长坦白讲 帮我们分担了一些工作 分担了很多这种 比如说行政组的组长啊 你刚才说每天要 这个叫起床啊 晚上要查访啊 所以我们也给给家长一些这种价格上的一些 一些这种优惠啊 我觉得就是公平 OK我们需要这个提交report 而个人简介啊 刚才我们谈谈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有效护照和签证 然后需要交代一半的报名费 如果疫情原因不能成成型 我们所有的定金全部退 开团前30天如果你退 30天以内你退 这个定金就不能退了 换句话说我们是7月9号出团 就8月9号之前你退 你所有定金都会退给你 sorry 6月9号 6月9号 6月9号你退团 所有定金都退给你 6月9号之后就退不了 那个酒店所有的就都定下来 因为这个酒店不给我们退 我们也没办好吗 但是应该是30天之内 我相信应该够了 就是你再有什么变化 30天你应该知道 这个旅游保险大家可以自行购买 如果政府需要什么核酸报告等等 你这个需要准备 现在应该都不需要 这个我们都是说如果万一 但应该也不会了 你们要自己解决护照跟签证等等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自己去看 加拿大护照就没问题 加拿大护照你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保证你有6个月的有效期就可以 如果没有感情去renew 现在肯定时间来得及 如果你是非加拿大护照 当然美国护照你也没问题 那如果假设你是中国护照 你要保证你有美钱 好Q&A 那刚刚 有一个问题他问我 我想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挺好的 他说 我的小孩可能不想 不想 要申请美国学校 可能就想留在加拿大 目前11年级 我还要不要参加这个团 我觉得问得挺好的 挺实际的 中文帮我去读一下后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我刚才被我背下来 我就直接先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 我想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不认为你现在需要做这个决定 那这个决定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留到你12年级 大学申请结束之后再来做 因为从你现在到那个时候 大概还有11年级到那个时候 当前11年级 大概可能还有半年多个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 我们叫delay your decision 你不一定为你现在 就要把这个决定做出来 应该更多的可能 去保留你的选项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你为什么不保留它 你为什么现在就把它给 把它给这个 有一些可能性 现在就把它给剔除掉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 所以我想说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听过这句话 这我们中国的老话 叫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 叫取乎其中得乎其下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目标设在这 你最后的结果可能在这 你的目标设在这 取乎其中得乎其下 你的结果在这 你的目标设在这 你的结果就不知道去哪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你要AIM HIGH 英文管这个叫AIM HIGH 你要把你的目标定高一点 我们很来讲 咱说这个话 这个现在录像 这段以后不能播出去 政治不正确 就是很来讲 如果你按 美国长城能大学的 录取标准 来要求你自己的话 加拿大学校你还用发愁吗 基本上叫Sweep 叫横扫 所以你如果能把这个目标 定得高一点的话 你用这个目标来 用你自己的话 后面那个什么 什么那些学校对你来说 已经不是问题 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第一 我认为你可以 delay我的 decision 尽可能地保留你的选项 第二 定一个高一点的目标 即便最后你的结果 你的结果最后 你自己可以做选择 当你说到美国的 交易的offer的时候 你去选他们 为什么他们去选你 所以你定一个很高的目标 当你拿了这些offer进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可以做决定 我要不要去 我留在加拿大是不是更好 我们加拿大有些 有些有些 有些好的学校和好的投入馆 这个财务问题一定是这样 我们后面还有哪个其他的问题 OK 刚刚呢有一个加奖的问题 这个很好 来 胖老师 对 胖老师必须得这个加入 甚至连处位的位置都安排好了 是否有利于 激发孩子主动解决问题 融入环境的这些区域呢 他们是否在这里面 还有自己最优思考 和发挥的空间呢 关于这个座位的问题 我只有第一天的早上 把每个人的座位固定下来了 因为我们那天早上 出发的时间特别紧张 我们七点钟出发 参加伊典卡纳尔校园的campus tour 行车时间五个小时 中间还要过海关 还有休息吃午饭 所以我不能够浪费时间找座 那么后面的七天 我的座位不是固定的 我只是让每一个study group的人 坐在一个比较集中的位置 但具体你坐在哪一个位置 我不管 然后你每天的study group的member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每天都给孩子们安排好了 孩子们还有自己的social life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David的来回答 你们有没有 你可以说英文 English? OK Well, I would say that when people at this tour were always busy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were always bored or always working or always serious I think throughout this experience everyone really had time to socialize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cause this entire tour is designed really to pair everyone with everyone your groups are changing every day you meet new people every day and it really like forces you sort of to develop your social skills and really make connections with everyone so I guess whether you have social time or not is really up to you it's really based on whether you make the most of your time 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during dinner during breaks during all of this for you to really go out and I gues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ally build yourself in the social realm I'll just say 也讲了 Jame是他们的一个阵地 学期结束之后 小伙伴们都跑到Jame去 锻炼身体啊 聊天啊 玩啊 搜索啊 就开始了 甚至是到了回房的时间 十点半查岗的时候 一个个的都在房间呢 在查岗结束之后 你不知道他哪儿去了 我跟这个周老师 曾经半夜十二点多 去走廊里边 听着房门去找人 因为有人告诉我 有人就偷着跑出去了 所以说这个行程 很多东西 你是表面看不到的 我们工作人员在后面 还要付出更多的一些时间 和精力 去观照到每一个人的安全 当然了这种东西 我们不可以在大群里面公布的 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 去确保每一个孩子 不要太social了 但是你有上有政策 他下有对策 爱social的孩子 总会想到办法钻你的空的 但是江还是老的啦 我毕竟搞教育这么多年了 虽然在加拿大 我是搞科研的 但是我在欧洲的中文学校 做了13年业余时间的中文老师 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学生 可以这么讲吧 他一抬屁股 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所以我总有办法抓到他们 给他们弄回去 所以孩子们 虽然我们把行程安排的很满 他总会有他的对策 你千万不要认为他没有自己的时间玩 他没有自己的时间 social 恰恰相反 你越是限制他 他这种想法越多 越蠢蠢欲动 好吧 下一个问题 感谢大家的回答 有个家长问 如果我人不再多的多 应该是来自 飞机飞机区的家长 的提问 我可以指让孩子参加 公司也问 八月份有没有这样的女性 因为七月份呢 有晒在这个下里头 OK 第一八月份没有 没有原因 这样简单 因为所有的长春城大学 八月份close close 整个学校close 所以我们去那儿 完全就看一个空的校园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小孩不在 不在这些范围内 我们当时参加 可以 可以 但是看你的年龄 我们要看 刚刚我们来说的 要看你小孩的 递交上来的资料 我们每一年 每一期 都有来自于 其他城市的孩子 刚刚就是 春夏营 两个男孩子 划过来 自己飞过来 然后团 我们的团结束 没有中央 就把他开车送到机场 自己飞回文国华 我们去年春夏营 我们有从西雅图过来 有从 对不对 还没冷冻过来 所以是 我们是来自于 这个基本上全北美了 东西岸都有 当然主体还是 还是 还是大多 今年这暑假团 据我所知 今天有个人 要从香港回过来 还有朋友 要到美国来 跟我们会合 所以说他们 就是国内香港的 香港的生理学生 和大陆的学生 要跟我们 多伦多地区 抢名额了 但是我们每一期 最多最多 只能带走 35个学生 家长也差不多 40多 因为我们大巴的 座位是有限的 对 香港团 那个学生 今天早晨 我还收到 他们的微信 说可能要增加到 8个人 但是他们 香港的 香港都是 这个英语 是第一语言的学术 所以他们的英文 是没问题 再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把机会 留给现场的家长 可以 先把现场 先读完 我们就讲 现下家长 有的是实际 福利 大家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我那个号码 是有用的 我和孩子一起出行 孩子是和父母 还是和其他 如果你有特殊要求 就比如说 这个孩子 就是不愿意 跟你住一个房间 我可以考虑 让孩子 跟其他的学生 一起住 但是你如果 没有这个特殊的要求 我们原则上 孩子是跟家长 住一个房间 好 我们 还有 还有 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 一个问题 还是比较恶心的 请问 对于申请的孩子的标准是什么 比如说看学校的这个包含 或者其他孩子情况 什么情况会比较接受 什么情况会特别受欢迎 他会补充一下 什么是不能接受的 你答还是我答 难回答的问题 你都扔给我 我们之所以是想 看一下这个孩子 整体的情况 是因为 这个团 毕竟是一个 就是参观美国 顶级 顶级 私立 大学的这么一个团 就是说你如果 你的这个差距 如果特别大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再就是 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是愿意选择一些 更有希望的学生参团 这是为什么我们 不能够把这个标准 完全的放开 但是从过去几年的实际来看呢 你只要这个孩子的成绩 平均分在八十几分以上 你的课余活动并不是大白纸一张 我们还没有说过no 但是前提是我们有名额 但是在我们名额有限的情况下 比如说 我三十五个孩子的名额 我现在已经已经满了 那你非要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有四十个人 抢三十五个 那我挑什么呀 我当然是挑成绩好的 还有课外活动有特点的 所以说只有当这个竞争 上来的时候 那你的那些东西 才显得更加重要 那如果竞争 不是特别激烈的时候 我们不会轻易给一个 要求上进的孩子说no 但如果特别特别差的话 我们也可能直接就pass掉 我保留这个权利 基本上就我都说一句了 基本上就是像潘老师刚才讲 就一个学生成绩 一个课外活动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两个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一点点疑问的话 可能会约一个面试 那目前我们这个 这个同校团的招生呢 是叫rolling basis 我们不是把所有的申请都收进来之后 一次性做决定 不是我们是rolling basis 就是你提交我们看 我们就就就通过 所以呢 早一点上潘老师说早一点 你有可能就能难到一个位置 所以越往后可能会越越困难一点 如果家长能跟孩子去 那么家长的孩子中间就说 怎样避免家长的孩子 比如说家长限制 限制孩子 限制 限制你说 比如说你 孩子离家长特别近的孩子可能会 不太愿意这么自由发挥 因为在身边很特别近 这一路上你不怎么能够住他 这是我想 基本上你够不着他 这个我可以回答你一下 其实真正正一天 你跟他在一起时间非常有限 早上起来之后 可能他开始 他收拾他东西 你收拾你东西 然后大家各自忙各自的 一天他都跟孩子们在一起 连吃饭时间 他都不是跟你在一起的 你可以远处观察他 但是你会过去跟他说个话 但真正正的干涉的程度 没有那么高 去 你所有的都跟着 但是你是一个自己的 individual的 就是你可以听 选择听和不听 但他们是一直在听的 就是那些tour 然后另外包括就是 回房间 人家还有作业什么也忙着 这就为啥我还有时间去gym 就是大家自己各自忙各自的 我跟他讲也是manage自己的life 我给你一个形象的概念 你知道50个人拉开的队伍 是多长的队伍 基本上百米都没有了 30米肯定是有了 所以孩子一般都出在这前面 还是一孤 孩子一般都在这前面 孩子一般都在这前面 你跟他是有距离 我也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孩子家长 就是孩子一直喜欢戴口罩 这个孩子妈妈一直在struggle 不想让他戴口罩 但是我看到那孩子就是一直在戴着 他都没有机会去告诉孩子 把那口罩摘下来 他就一直在跟我讲这件事情 只有他孩子在前面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他在后面喊一嗓 我们的家长都坐最后面 能不能把口罩摘掉 所有家长回来都瞅着笑 说你管呢 他也不知 所以其实是一个家长 在enjoy自己的life 然后交自己的朋友 孩子们enjoy自己来交自己的朋友 但同时你又能够观察到他 至少我看他的时候 我可以更全面的去看到他 他的优点 他的这个不足 或者是他跟朋友之间的这种交互 然后你有机会的时候 你会在之后 就是旅行回来之后 再有机会再去多跟他一些交流 你除了跟他在一个房间里 就是晚上sleeping 他是没办法他的回去 其他的时间你几乎抓不到 但我知道你下面是个女孩是吧 他说我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让他跟我一个房间 你跟校长一个房间 还有一年曾经有一次 那家一家去了三口 那孩子挺大了 十一年级一个女孩长得特别大 三个人一个房间 他跟谁 跟他爸他妈跟谁住一个床 都睡不下的嘛 所以他们家提出来 就是三个人都参团 但是他们要一个半房间 就是然后那个夫妻俩住一个房间 这个小女孩就跟我一个房间 因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我自己是一个房间的 因为我工作到很晚嘛 我也怕影响孩子休息 但因为那次家长提出来了 然后其他的女孩还是个双 没有单 所以就他单出来了 我就跟那个女孩一个房间 然后所有的学生都嘲笑他 说你每天跟潘老师一个房间 你压力大不大呀 你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吗 我一天多忙啊 我哪能顾上他呀 所以我也是跟他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这个孩子也是回来之后 当时是十年级 做了一年多的规划 学艺术的 后来去到了芝加哥艺术学院 电影专业 我们两个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看上去严肃 实际上还OK 哈哈哈哈 有点儿戏啊 哈哈哈哈 你也不这样 你也不这样 就演员一个 这不是我太大压力 还有我们现场 我们先出党要不然 好吗 我们现场来 一定在我输里 我跟你讲 这两个背的 这两个背的 不是普通的背的 这两个背的 这两个背的 这两个背都是开阔光的 这两个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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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 这两个背的 还有芝加的 我放吗 我放吗 我放一放啊 我放一放啊 对 对 好 反正我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放啊 来 包小师 先抽哪个 怎么就是先抽哪 先抽哪个奖品 先抽哪 先抽哪 先抽就给您抽 来 多看啊 顺便看啊 这最后 要没戴眼镜 没戴眼镜 没有戴眼镜 你走了,家长,刚才有点提前先走了,来,你再抽一个,再抽一个,走了这个,尾号是226。 希望你能跟我成为那个校友哈,谢谢,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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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三四,小妹妹,你这个来的吗,你家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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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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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挑,念到谁的号你来挑,这个是UKIN的一个冰箱贴,康德尔大学的一个冰箱贴,然后还有六支笔,分别来自Hornel,Front,Neil,Creston,Columbia。 这都是我从一个一个校园的那个bookstar里面挑选过来, 抽到了,你可以来挑,您可以选,您可以选,我们就来了,这个是UKIN选,别客气。 240,240,不用每个龙牌,不用每个龙牌。 这影响人拍一张之声。 像名漏手。 哥伦比亚子,你看要哥伦比亚子吧。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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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我们就来了。 你刚刚先提忙左边那,啊,你也放了那有影。 来,你往这边来一顶礼,对。 为了给潘老师。 好,有眼,有眼吧。 来,帮你收一看。 来,小伙子。 小伙子,让你那么帅。 不帅。 来,哪个谁叫的? 。 Yukan, Cornell, Princeton, Yale, France,好的。 来,我们的小伙子拍一个,来。 。 那我吃了。 为啥呀? 跟那这小伙子。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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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谁会跟你说呢? 刚才你把我这边来。 别忘了,我搁中间,来,我把你搁中间,来。 好。 好,谢谢。 好,谢谢。 二、三、一。 四、一。 四、一。 正是Bron. 来一个那个。 这挺好,这一半一半。 我一选那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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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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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吧,念吧。 二、三、九。 二、三、九。 来。 这是我们林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挺漂亮的。 没有,没错。 谢谢。 对。 晚上,你去吧。 哦,晚上那个不是学校的活动。 啊。 好。 嗨。 嗨。 他是新来的,还是抖进的? 你来跟你一起来拍照吗? 哈哈哈哈。 我是赶上了个结尾,一直在线上听。 哦,也对。 啊。 那边,咱们把那个线上的给挂掉了。 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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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挂掉了。 感觉是我说的,他有一问题了。 像一个, Jenny的妈妈。 这就是我们, 长期的家长。 长期的家长。 補上一个, 哈哈哈哈。 那边是少。 康奈尔的, 又看的, 没有的。 哎,没错。 哎,没错。 还在那儿等。 哎,没错。 听听看那儿。 好嘞,听听看那儿。 哈哈哈哈。 啊,人家就送康奈尔了。 看出对康奈尔有感情。 看出对康奈尔有感情。 好。 还有两个。 还有三。 我们还有三张票呢。 走掉了一个爸爸。 我们走掉了一个,行嘞。 行嘞。 那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小姑娘,这事儿两只比了, 选择少了一点, 给你加两个。 还买T。 哇。 哇。 你长得比我都高了。 先穿高跟鞋吧。 OK,再去。 还有最后一个吧。 对,还有你跟家长。 没错。 好,你。 你来。 你来去。 再给你加一个。 不管你选哪个, 都再送你一个。 谢谢。 然后我们再送你。 对,最后一个,两个。 双倍。 好啦,继续回答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那个。 你该撤了。 抱歉我了。 我先, 我参加了一个舞会 是你儿要跟爸爸跳舞 如果大家有问题 我在这里面可以再停留10到15分钟 去变问 关于拓尔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问王老师 还有对儿还有春蕾和他的孩子 一直坚持到最后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或者你指定让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都可以 你还没结束呢 那线下的家长 对不起了 我们接下来就focus在线下 这边家长回答一些问题 如果你们有什么 问题的话可以把你们的问题 给钟老师 再转给我们我和校长 再抽时间回答 谢谢大家的参与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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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